本节目由幻彩人像视频 在我眼里你会发光 OPPO Reno5系列冠名 本节目由幻彩人像视频 《灵魂搭档》已到位 大家群聊派对集合 一起探案吧 多人群聊 更多灵魂碰撞 线索突破电也太难道了 有办法了 寻找更多伙伴 一起来群聊派对探讨吧 跟随灵魂找到你 一起上搜晚推理 下载搜APP搜索推理 参与精彩活动迎进调 本节目一共七位玩家 在每期设置的游戏剧情中 分别有侦探 嫌疑人 真凶三种身份 游戏设置双侦探模式 真凶隐藏在嫌疑人之中 只有真凶可以说谎 只有找到真凶 玩家才获胜 游戏设置侦探丑惊 每期抽取角色卡时 每位玩家将获得一根金条 如果真凶逃脱 则真凶获胜 其余玩家将所有金条交给真凶 如果抓住真凶 则投票正确的玩家保留金条 其余玩家需归还金条 两位侦探各自投票 若两次都投对 则均可以额外获得一根金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 这是哪儿啊 头疼 我是谁啊 我怎么会在这儿 我怎么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怎么这么多人 这是谁 行行 行行 你谁啊 我不记得我是谁了 你谁啊 我在淘宝镖 他们是谁啊 你没躺着那么多人 这是哪儿啊 你知道吗 不知道 疼好痛 那把他们拍就行了 行 走 舒服 不会 喂 我要 怎么 这怎么谁在谁在谁在摇啊 怎么了 这是这是什么地方啊 怎么怎么这么大烟味啊 这个人怎么回这儿 这些人都是谁啊 我刚才叫叫起来 我叫不行 我这拍是拍不起的 你拿一桶冷水 给我加点戏 快 我打死也不会说的 是 打死 哈哈哈 你们你们继续折磨我吧 嗯 跟鸡 跟鸡 你谁啊 我不知道啊 这发生了啥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哎 那边还有三个人 他们三说不定知道 我们还不叫醒吗 先叫这个 前面这个衣冠楚楚的这位 好不好 哎 哈哈哈哈 哎 这样是叫不醒我的 需要公主的拥吻 哈哈哈哈 啊 这是哪啊 啊 哇 F4 F4 我们这不是黑衣人吗 哦 我也挺不错的 你真的 我有在期盲了 对呀 期盲了 不要 期盲了 还一样啊 哎 哎 你看那 怎么了 这个叫做座椅怪 它长得跟座椅一模一样 快点 快起来 快起来 开始了 怎么了 开始了 开始了 怎么了 我怎么了 你们是谁 别碰我 别过来 没人打算过去 我的 你是谁啊 我是谁 你是谁 我是谁 我们能不能对 对 who am I 我的天呐 坐椅醒了 安静 哇哇哇 哦 这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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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欣赏一下 好美 好美 嗯 宝宝 宝宝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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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看我这 你看他们再做一遍这个反应 哈哈 拜托你看着他们再做一遍这个反应 这个反应我就ok的 你不要看我 哈哈哈哈 我是干什么 搬给你本届百花奖 谢谢你的表演 感谢你的参与 百花 年度年员百花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MGV 谢谢啊 这是哪啊 这是哪啊 律师事务所 这是哪啊 祝勿律师事务所 大家看一下 衣服里有没有牌呗 哎 我兜里好像有一个 我好像也有一个 我有一个工作证 啥工作证 前面写的是姓名 实习生 大实习 大实习 何实习 假实习 七实习 哎 金实习 去努力师事务所 我也是实习生 萨实习 萨都实习是吧 你这么大年纪 还在实习啊 那你问那个 何无限权益合伙人 你辣 哎呦 萨 萨创始合伙人 哈哈哈哈 天使骨投资人 大老板啊 哇他的字多哎 只有他有照片是吗 掏包变 他是boss 真私人保镖 入职时间21年2月11号 好我今天才入职 我们就暂且先用自己的这个身上的牌来称呼吧好不好 现在的时间是十点四十 我想我想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为什么会在这 我不记得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为什么会晕圈 发生一点线索都没有 我们先从这逃出去 我觉得可能可能上一期上一期有一个编剧 不是说头突后来怎么样了 对 一个被剧本压垮的名真编剧 这个人我希望我们为他不挨一分钟 可能他这期没写本 这期是他的人 这一集是继续整律 对不对 我这样 那这样好了 我出来认 我杀的 下班 大家看见没有 这儿有个鼓 我打退场鼓 我们走了 我走了 我觉得我们 先最重要的是找一个地方能出去的 找一下 这有个门 这门打得开吗 左路来 哎 因不明气体触发安保系统 本大门已自动关闭 就是我们是出不去的 我们只能往里面探 不明气体就是我们 可能刚才导致我们出现这种情况的东西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你能比我们醒得早啊 哦 因为我戴着口罩 所以我可能醒的比大家要早一点点 我们就是找一下 是不是有没有什么能逃出去的线索之类的 啊走走 来自个来自个 朋友们有重大的发现 这谁呢 律师界变天了 boss真继承了 gm 律师事务所 坐上律师界 头发交椅 也没必要说这么使劲吧 gm 律师事务所 简称地所 是一所创立时间过百年的律师事务所 也是国内顶尖律所圈子盲圈所中 认可第一位的律所 坐落在安城的他 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安城之光 m 可以说 安城里每个有梦想的人 都希望自己或者自己的孩子 能够拿到地所的offer 所谓 令人心动的 gm 律师事务所 我好像有一点记忆 我也想起来了 我想的话 我当时对面好像坐的就是你 假想第一 gm 律师事务所 在安城就像是一个金字的招牌 也是一个超S级的通行人 它意味着能够享用最顶级的餐厅 住最顶级的楼盘 过最顶级的高贵生活 总之能够进入地所工作 就代表人生已经登上了巅峰 所以我们都巅峰了 是我们六个里面选吗 想要进入地所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要入选我们的 dream计划 简称d计划 d计划呢 每年都会在众多的应届声中 选出六个人 这六个人会在顶级律师 d导师的指导下 进入地所进行为七一年的实习 当然在实习期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粗色地完成 地所发布的实习胜任务 才能够拿到真正的dream offer boss真行为处事极其的谨慎 进出既有一个贴身的保镖 一个人在办公室办公的时候呢 办公室门繁琐 任何人不得善入 可见其安保之严密啊 那我们去找boss真吧 问问他怎么回事 好啊 这有好几个房间 我们要不要过来看一下 哦 我们先看一眼 这有个素六黄实习生 有黄白 这是素六蓝 素六红里面是 黄 蓝 白 红 这里还有 各位实习生 这里还有紫跟绿的两个房间 哦 素六纸跟素六绿 这一期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是谁在哪屋 我们是颜色 哦 我们要猜谁是谁 精彩了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亲爱的明星大阵大的观众朋友们 本期可能会用到纸盒笔 要做小笔记的好吗 用纸盒笔啊 好 来 哦 这个素六是不是有口音的 是塑料的意思 说素六 素六绿 我找到老板的办公室了 我找到老板的办公室了 繁锁了 老板不会也晕了吧 老板在吗 踹吧 不行了 赶紧踹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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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保镖 哦 哦 哦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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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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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啦 他死了 每個人每個人都演一個 好 到你了 到你了 把舞臺讓開 到我了 快走 好 拿這個獎盃走吧 來來來 對不起 拿這個獎盃走吧 好 快點準備一下 要到我們演戲了 馬上又來了 要來了 哇 有喜了 哈哈哈哈 拿這個獎盃走吧 好 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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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沒靠上了就 哈哈哈 這個人太壞了 好 下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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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有一些不幸 要有一個處理的過程 對 無意當中瞥見 這無意的 三百多個回合 好 來來來 四哥 四哥 來來來 當最後一個進來的時候 已經知道事情已經很危險了 可以 可以 你們看 你們看這是什麼 僅此一把 這是房間鑰匙 對 有雪 不是 有雪 他手上有一個刀 自殺 刀刃是往右邊的 我覺得應該不是自殺 應該是他殺 二月十一日 二十一點五十八分 心臟停止 剛才我們醒來的是 二十二點 三十八 三十八 律師事務所 現在是二十一點五十八分的時候 他的心跳 停止了 哎朋友們 這裡有個監控 這是素六率 辦公室內部監控 我看得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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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陰一般的眼睛 這是這是旁邊號 我我我那個保鏢 保鏢 哎五十五十九 他們從綠屋走出來了 明白了這就證明 案發的時候 你們兩個有不在場證明 所以我們是清白的 既然這樣的話 不如我們兩個今天 就當今天的偵探了 好帥 好帥啊 現在呢是二零二一年的 二月十一日晚上十點四十分 剛剛我們七個人一起在 群姆律師事務所的接待聽醒了過來 結果發現大家都失憶了 我們現在確定了自己的身份是 保鏢 和我們六個實習生 投鼻 然後呢 我們在反鎖的辦公室裡面 發現了老闆珍 目測死因應該是 用刀割萬饒 失血過多而死的 兇手應該就鎖定在你們五個人裡面 分別是你們律所的實習生 何實習 薩實習 薩實習 金實習 氣實習 還有大實習 因為今天大家都失憶了 所以我覺得時間線什麼 都沒有什麼好聊的 所以我們就直接就開始搜證 一起搜嗎還是分開搜 分開搜吧 好 寶貝要不就去搜蘇流律 好 然後呢我就會在這個案發現場 然後茶水間裡面看一看 剩下還剩五個房間 我來給大家分配一下好不好 能不能追蹤一下偵探 好不好 你們兩個人在幹什麼 你們兩個 從現在開始你們倆不准站在一起 那首先從我們金實習開始 你今天穿這麼紅 你就去我們那個蘇流紅好不好 好的 聽懂了嗎 聽懂了去蘇流紅蘇珍 哦 不是啊 好棒 那我問你 我問你她去哪個房間 她在這裡等我們 她誰在這裡等你 她幹嘛要等你啊 那好我們的七實習 就去蘇流黃吧 好棒 那去蘇流藍 好 那我們的何時期去蘇流白 沒問題 那我還剩下最後一個蘇流子 你是蘇流子 蘇流子 然後大家把房間搜完的話 都可以隨意走走 想來案發現場的也可以來 第一輪現場搜證 齊名玩家氛圍了解 輪流取證 限時十分鐘 每人可使用幻彩人像視頻 OPPO雷諾五系列 拍攝十張照片 愛的魔力轉圈圈 哇 第一次當中她有點緊張 不要緊張 你是追蹤著 對 嘿嘿 來吧 拿我們的看暗神器 看暗神器 很興奮 哎哎哎哎關上了 就一拿一拿就是我的 一拿就是我的 一拿 一起來 一拿就 喂喂 喂喂 媽我今天回家可能能板一點 謝謝 哈哈哈 因為薩老師在呢 哈哈哈 哎呀跟薩維寧老師錄像 你也知道這播日子一樣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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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失憶了嗎 啊 啊 真的加油加油 來加油加油 加個什麼油呢 我們就是就是翻東西嗎 哎呀 屍體上有沒有什麼東西 我先來看一下 氣球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氣球呢 為什麼會爆料你 像是一個綁在什麼地方呢 小屁 我先來看一下 需要密 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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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碼會是什麼 我們就是 Boss真 劉詞 劉詞 雖彥 老闆 循 GREAM 就这啊 我还以为很难呢 原来这密码就这 就这 波斯珍 你好 我是你们律所的VVIP客户 2022年初 有一些人 曾经对我做过一些罪行 这些事情都给我造成了 很严重的伤害 他们应该对此 承担责任不出代价 因此我希望 GRE所将这六个案件 作为实习生任务 委派给苏六朋友调查 但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是谁 所以相关证据 我会处理一下 胡调我的关键信息和正典 会邮寄给你 邮寄给你 那他收到了 邮寄 那肯定有个邮寄之后到的东西 邮寄到的东西 他们放哪了 我知道了 应该放在 这 解决 案件跟踪案 好 然后还给了我三张照片 白屋 白屋 垃圾桶 垃圾桶 关上的垃圾桶那肯定是要打开的呀 开垃圾桶 意思一下就得了吧 还贴这么牢 这里面要是个空的我就要翻脸 来了朋友们 好多东东啊 但如果这些东西 全是没用的话我也要翻脸 我很容易翻脸的 因为我现在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谁 来看看吧 你都是些啥呀 我的宝贝法条背诵大赛 好乖是谁 改变大针探 App推理大赛第二名 好乖又是第一 这是个永远拿第二的 千年老二 这是个什么东东啊 这是干嘛用的 这个东西好有意思啊 没见过这个文具 好锁了需要钥匙 现在我需要一个钥匙来打开它 来看看别的地方有没有钥匙 钥匙 钥匙 哈哈 啊有个钥匙藏在这里面啊 哎呀这个是他吧 啊是他 他永远拿第二名 这一集铺素迷离 哎呀翻什么呀先歇会全是锁 你看 哎 金锁银锁铭银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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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这边也是密码哇 所以说祝各位没有开不开的锁都能找到真正的自我 好我打开了第一个抽屉哇什么都没有哇哇打开第二个抽屉什么都没有 第三个抽屉什么都没有 哎 我真的是有超能力 所有事都超过的超过我的能力 我我什么都找不着 我有一个超能力 所有事都超过我的能力 一无所获 这日子怎么过啊 自锁了 让我感觉一下 我怎么感觉不到你呢 哦哦哦哦哦 这上面的有邮箱是七七五八二五八 三个六一点看不 哦这是个密码对不对 以我的智商只能点看不 哦 C O 没有O O M 确认 我不惯着我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不要去做 也许这个 哦这是个连环球哦 嗨 我能打开啊 我 哪有个手机哦 说恭喜你 在 震摹什么事务所 那成绩 我我第三名 时间盘胜三分钟 摸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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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楼哪顶完啊 呃 呃 呃 好偶像我也要像妈妈一样成功 看看这里有什么 各位好 我是Dream 什么什么老板 Boss真你的案子是恐吓案 好 那么这个恐吓的原因呢就是他发了一个说你给我等着 如果你真的说出去你也活不了 两个人等于就是互相伤害 哦你伤害了我怎么会这样 先开电脑 电池没电了 啊 这是假实习的电脑 哎呀 想想密码 假实习 假实习 真的有人 用户名和密码是一样的吗 是 我是D计划考生公式排名第七五六位的考译成绩提出复合申请 是2020年 正好是一年前 那今天对于他们这些实习生来说是一个什么大日子 这是钱包吗 这又要密码 哇这一箱 这又要密码 侦探你有什么重要的数字或者字母吗 这好多个密码都不知道 好多密码吗 对 我这边有一个密码 我这边也是好多 嗯 掏保镖你能帮我破解一下吗 不但是一个全是英文字母的一个锁 然后上面有这些东西 你能看出来这个这个英文字母是什么吗 几位数几位啊 男兵一位女兵一位应该是 我不知道有几位 嗯 你的时间只有最后一分钟 还有好多个机锯 在网络里面上 房东认句 什么东东认句 10秒动机时开始 我还得去别的地方再看一眼 10 哎呦你自己搞的 我来哪啊 8 7 6 5 4 3 信息全部都损坏了 1 时间到 请离开现场 走吧走吧走吧 Let's go 太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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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三老师 请两位拿上你们的 按钮 开门 要自己抽一个 一把就拿准 走开我 一把就拿准 就是精进 一把 你俩 天静的缘分 是来 是我的 来吧咱们到各自房间 我去栏房间是吧 来吧 不会这么简单吧 一进来就送这么大一份礼 没有 没有 都没有需要用钥匙的地方 哪个需要用钥匙 都不用钥匙 OK 就有一个 又是钥匙 你们在搞什么 钥匙 钥匙套钥匙 又是钥匙 密码锁 这都是什么玩意 全是空白的 这个面孔怎么似曾相识 普普通通张高级 抬头做人 闷身做事 不足虚名 不闻杂音 MGQ 2018 12看 MGQ 这个杂志好耳熟 引领创新 这里面真的有个人是富豪的孩子 马上我就要揭开这个人的 Daddy 我说过多少次 我不想做律师 我想做时尚买手 我有我自己的style 他爸爸要给他买鲍纹的皮 恭喜你在Dream律师事务所 考核中获取第五名 请在2020年2月11日早上9点 准时到达地索 2021年2月10日2月1日 汇报后 Dream offer 花乐是一家 令人心动的offer 来 玩玩玩玩玩玩玩 11号 12号 3号 萝衃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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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你搜出什麼來了嗎 搜到了一把小鑰匙一把小鑰匙 你有沒有踩密碼有沒有踩密碼 不需要密碼這是個鑰匙鑰匙 只要把鑰匙通進去一切因人而解 噔噔噔噔噔噔噔 是個控制條 哎呀 你以為你傷害我的事情沒人知道嗎 我都拍下來了 你如果再做这样的事 我一定曝光你的 所作所为 你耗子为之吧 好乖 好乖 这有吗 这有吗 如果你们两位在搜证的过程中 遇到任何难题 我随时愿意为你们解答 邵老师求助 请问 我这里缺两个钥匙 好 自己找 自己找 答案非常简单 自己找 搜证就是个运气活 运气好的 钥匙自己就会出现 运气不好的 你在它面前你都看不见 来 拍下来 拍下来 哎呀 这 哎呀 聪明主 我找到一部手机 恭喜你在Dream 律师事务所 2020Dream计划 录取考核中取得 第四名的成绩 哇 这什么 等一下 你们有基点的地位 靠谱都是我们家吗 我需要照顾牌 也就是你还像老师 照顾牌照顾得不错 要么你家早快点点去了 妈妈 别生爸爸的气了 妈妈 你不生气的样子 真的很好看 你要开心哦 这个就诡异了 这个哪位 密码 怎么回事 今天怎么都是需要密码 密码提示 是这个图吗 妈妈忙最爱的爸爸 带着我和弟弟在游乐园 妈妈忙最爱的爸爸 你能有基点的地位 靠谱都是我们家吗 真老公 这么简单 你看嘛 这怎么 begin 速溜朋友群缴 嗨 大家好 现在的成绩排名被主指 然后 朋友群缴 二 预备开始 书里没有东西吗 书里怎么会没有东西呢 书中自有颜如玉 书中自有黄金 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有密码 密码是什么啊 怎么弄啊 上面有字迹吗 它绝对这个屋子的主人 绝对是个文盲 笔也没有 那个纸上面 也没有写任何东西 本子都是空的 文件夹也是 all of nothing 怎么办 什么都没有 啥子都没的 死的 啥子会死吗 我最怕这样的空盒子 每一个不打开看 你又不踏实 但是打开看 全都是空的 关于里面有个纸片 这里还有一堆空盒子 人生就是一个又一个盒子 你不去开吧 老觉得错过了什么 但是你打开吧 里面又是空的 赛老师你真的毫无丑 空的吧不说 后面还有很多盒子 你还得不停地开 好时尚的眼睛 带着眼睛看这个纸 全出来了 可以开 有个电脑 登录 陈诺书 如果我没有办法成为地所的律师 我就乖乖回去当成功保险公司的总裁 所以这是小五吗 你也请了小安当家教 真希望我们都能拿到地所的公司 这样我们就是律所的情侣党了 情侣党 还有感情线 我好聪明 太聪明 太聪明 你的案子是 作弊案 委托人律所VVIP客户 除名通知考生 马赛克 该考生行为构成作弊 以行为不端 已决定对马赛克进行除名 低计划沉寂复合组 工作专用电脑密封条 存在被撕开的痕迹 然后有个监控 是谁 放大 放大 是 是侦探吗 好 金石熙 我天 半天没听到你声 我以为你晕过去了 好难 这密码要怎么猜 密码不好猜 用心猜 用心猜 用心 心 心 你 要是 有心 保佑 从冲 笼 我把你赶快 我把他非常取许 私人 不 你都必须 我把你赶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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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了 红 黄 黄 红 黄 没电了 你那个密码锁打开了吗 还没有 没有耶 俩都没打开 怎么办呢 我怎么问出 居然问出个立体声 环绕立体声 你密码锁打开了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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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的时间 只有最后一分钟 我看一下 这个地方肯定有问题 呀 我就说嘛 你看这个 哇 这是什么 家暴 家暴 哇 这个藏得够深哪 两个柜子中间还有东西 十秒 倒计时开始 十 不行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不要痛 不要痛 不要 时间到 请离开现场 幻彩人像视频 OPPO Reno5系列 揭露清晰时刻 第一次集中推理 根据收集到的线索 完成推理 先把这个贴一下 我们的受害人 BOSS珍 萨石珠珍 蛾石鞋 大石鞋 金石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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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是淘宝表 最后是我们的 甲石鞋 这一起 这一场一场 太长一场了 房间的顺势 先黄色房间吧 白 紫 红 绿 BOSS OK 那剩下的这六个房间 是谁的房间就不知道了 那我们确实好像也没有 掌握什么其他的人物关系 其实我们每个人掌握的 都是一点点 对 要把大家拼在一起的话 才能可能会有比较多的想法 再梳理一下 对 他们进来了 战场开始了 两位战场加油 这是我见过的最简单的人物关系 现在是等于每个人讲一个故事 但谁都不知道讲的是谁的故事 对 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把每个房间的故事讲出来 而且从小一到小 小六 对 把这些人串起来 要不然就按照我这个房间的这个顺序 谁收了这个房间 我们来发表一下 在这个房间里搜到了什么 谁是黄 我是黄 谁黄 来 开始 宝宝们 开始听课了 好美 今天真的美 哪儿买的呀 这个链子是我自己做的 我送你 真的 我们现在是一个破案的现场 严肃 严肃 好 现在开始说正儿八经的事情了 好 我在黄色房间当中发现了一张报纸 报纸 律师精英波斯珍 结婚二十年 家庭依旧幸福美满 自从二十年前 珍老公带着一对双胞胎 入坠 最离异的Dream律师事务所 创始人Bose珍的家族 珍老公呢 二十年前 只是一位普通的律师 在珍Bose的提携之下 最后一路晋升到高级合伙人的级别 然后呢 珍老公带来的一对双胞胎 也被Bose珍视如己出 成为了最顶尖的法律系学生 这个是表面上看起来 家庭美满 这个时候 我找到了一个 手机 好的 手机当中我看到了一个视频 佐你一下 你如果不是住在我们家 连地锁的门都进不去 你能有基点地位 靠谱都是我们家吗 那我不是要照顾牌子吗 也就是你还像老师 照顾牌照顾得不错 要么我们家老板就改不去了 妈妈 别生爸爸的气了 妈妈 你不生气的样子 真的很好看 你要开心哦 这是爸爸跟爸妈 爸爸当时被骂的时候 皮肤闪闪发光 这是为什么呢 六千四百万人像四十 你看看 OPPO Reno5 我想问一下这个视频的视角 是谁的视角 就感觉像是孩子 就拿这个手机这样拍的 刚刚那个小孩是一个女生 还是男生 因为小孩的年纪很小 其实你要确定他是男生还是女生很难 然后我在黄房间里面 找到了一个中票的线索 妈妈忙 最爱的爸爸带着我和弟弟学习 妈妈忙 最爱的爸爸带着我和弟弟在游乐园 妈妈忙 最爱的爸爸带着我和弟弟踢足球 这个照片首先 双胞胎是男生 对 另外带着我和弟弟 也就是说黄房间 是哥哥 是哥哥 是双胞胎哥哥 而且从这几张照片当中可以看出来 这两个孩子跟爸爸的关系比较好 对的 但是因为妈妈忙 所以可能不是很熟 但是是不是关系不好 也不知道 然后手机当中还有一个短信 2020年2月1号下午6点钟 发的内容是 恭喜你在Dream律师事务所 2020Dream计划 录取考核中取得了第四名的成绩 第四名 在2020年2月11日早上9点准时 到达律所报道 我那是另外一个名字 也就是去年 然后他还在2021年的2月时候 昨天 也就是昨天 收到了一条短信 是下午6点钟发的 内容是 明天是你实习期的最后一天 请按照之前沟通的顺序 向Boss真一对一 汇报实习调查结果 汇报结束后 Boss真会宣布Dream over 发落谁家 温馨提示 请提前到达自己的办公室准备 好绕力 到你汇报的时候 抛保镖会去你的办公室通知 除汇报时间外 请勿离开自己办公室 实习生汇报全部结束前 禁止交流沟通 预祝你拿到令人心动的 Ofar 群发 那大家就已知了 重点是第四名 好 现在 黄房间暂时是第四名 我觉得不要写这个 写汉字的 因为我们待会用一二三四 会要写他们的人的名字代号 对 四名 我在想四怎么写 你连四都不会 我在想四怎么写 不是 汉字 这个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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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用这个字 不是吗 从现在起 我们所有人都用这个文字的大写 我看看我那几个怎么写 这么凡尔赛 害怕 那看一下 手机的另外一条短信 是一个朋友发来的短信 说 我爸给我买了最新的游戏 要不要来我家玩 这个黄色房间的主人回复说 等我 然后呢 黄色房间主人的手机当中 拍了一个手机的手机屏保 上面的时间是12点30 也就是说12点钟接到邀请 12点30已经到他家了 然后呢 那重点是 这个手机的屏保 是一个人的学位证明 学位证明 对 这个学位证明上面的名字 叫做小安 小安 哦 他的岁数是25岁 读的专业是国际法律 学位是硕士 成绩是TOP10 毕业于哈哈佛大学 你的意思是这个跟他之前 发他12点约他去玩游戏的是同一个人 是吗 是有这个可能性在的 大家来猜一猜 这个小安到底是谁 请看一下 这当中有照片 游安哪 这 是你吗 看样子像是我的样子 是不是你 什么叫看样子像是 不是 因为我忘掉我的记忆了呀 站起 小安 就是假真太 假真太 黄房间 他还解锁进去拍了别的内容 黄房间 是一条彩信 五十楼小花园 顶楼大叔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如果再有下次 我就会让这件事被所有人知道 听起来这是一个威胁的短信 他当中有一个照片 也就是说小安发现了 这个顶楼大叔的一次密会行为 并且被他拍下来照片了 这个照片放大了之后 上面写着真老公高级合伙人 哦 也就是说顶楼大叔其实就是真老公 明白 明白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 被我这个 魔人的小天才发现了 哈哈 就是真老公抱着一个 涂着黑色口红的一个女的 哦 你看一下 是不是 我知道了 啊 嗯 这是口红吗 这是个嘴 这是个嘴 看上去是个嘴吗 这是个嘴吗 就是有点唇一样 我觉得有点像 啊是是吧 啊 啊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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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黑色口红 对 然后呢 又打开了这个黄色房间的电脑 还有一个前面称的一个很人手 有一个走六朋友的聊天群 大家按照我们现在的成绩排名 改一下备注哦 二号说以改 三说猴 四号说好的 五号说yes OK 六号说哦 但是让我觉得 很奇怪的一点是 黄芳间的主人 他在这里的名次 变成了三 刚才我注意他是四 他现在变成了三 小三 我就很奇怪了 他明明考的就是第四名 为什么在2020年 2月11号 第一次见群 第一次见群刚进来 这都还没有开始实习的时候 变成第三了 那就是前三名当中 有一人出现了问题 对 他的另外一个 聊天记录的截图 是这样子 小四说 明天好不容易放假 大家来我一千平的家里 开派对吧 六千 然后小二说 好啊我带吃的去 小三就说了 我带自己 小一又说 要下午才能去哦 上午我雷打不动要学习 然后小五说 小六怎么不说话呢 你要来哦 小三说 小六 我顺路接你吧 小六说 好 因为我们现在这样 我们现在有三条线要顺理 一个是按照数字来顺 就是每个人的故事 另外呢就要把这些数字呢 对应到每个房间去 然后才是把这些人设 对应到我们每个玩家身上 那么现在我觉得二带吃的和六被接送 这个我觉得比较像是女孩的心态 因为他说小四说来我一千平的家里面来玩 所以能突出他的就是小四特别有钱 至少是小四家里非常有钱 对 小四和小三关系不错 是因为小二说我带吃的去 他说我带自己 一般关系不太好的 不但我说我带自己我就敢空手来 小五丘小六怎么不说话 就是很在意他的感受 然后呢小三提去接他 然后小六欣然接受 所以我是觉得他们三个关系不错 这里跟小一是没有任何小一学习 学霸人设大概是 二号就是个吃货 然后呢很神奇的是 二零二一年的一月十一号 上午十二点钟 小六退出群聊 退出群聊了 对 一个月前 然后呢 我居然在房间的地毯下 你真是个磨人的小天才 这个磨人的小天才 真是地毯下都能找到一生 你真是地毯下 谁也是岁呀 自己还是 我觉得我跟你是充胞胎一个 这个是来自Dream律师事务所 的一封实习任务 2021年的一月十一号 调查取证 案件非法拘禁案 委托人是律所的VVIP客户 委托人被拘禁于M城某停车场 长达四十八个小时 被拘禁期间 委托人被限制了人身自由 并且遭到了辱骂和殴打 也就是要让他调查 是谁做了这件事情 为什么去做 同时有附件一是一张照片 附件二是一个录音笔 我们先看照片 从图片里面大致可以认为 案发地点就是那个停车场 它是两个男士 一个倒地了 然后一个正在行凶 然后它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鞭子 录音笔 给大家放一下 它这个 照片见后图 然后这是录音笔 这是录音笔啊 你发现他穿的是西装革履的 就是我们用的衣服 对不对 然后呢 黄色的房间的这个小三 去案发现场 取证了一张照片 销了很多酒瓶盖 那里面会不会有什么东西啊 这都被我找到了 有牌 取证线索 下面一张图 比较有意思的是 有一个监控截图 被它保存在了电脑上面 特别标注了一个 小安老师 这个入口的地方 开进了一辆车 车里的副驾驶 被小三用红笔 特别圈住出来 写了一个 小安老师 他坐在副驾驶 就是有人开车 他没有开车 要么你是施暴者 要么你是受害人 要么你是施暴者 我不是侦探吗 也就是说 就是小安这个人 是有人物属性的 他是个老师 对对的 所以你在这里面 不是一二三四五六的问题 有可能 然后呢 另外一张截图呢 是二三三停车场 监控车辆的进出记录表 刚才从那张照片当中 大家也可以看到 那个车牌号是盲 A12345 对不对 对 那这里进出的这个 显示这个车牌号 也是相同的车牌号 然后一共进出了 四次 是在2020年的2月6号 进出了一次 晚上的9点钟进的 10点40出的 然后第二次的是 2020年的2月8号 也就是隔天 它是在晚上8点半进的 9点钟出的 停留了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 然后呢 我刚才在前面的证据当中 标注过一个48小时 这里其实是可以对应上 这个两天时间的 等于2月6号晚上9点 把它拘禁 到2月8号晚上9点 才给它放出来 对 同时也可以推断出 这件事情跟小安老师有关 最后一个证据呢 是黄色房间主人的 一个取证线索 爱聊八卦的同学 给他发来的短信的内容是 上次你要我去问的事情 我问清楚了 小安是化名 小安的年龄和学历都是假的 他今年才22岁 根本不是什么 哈哈佛学院的研究生 他的教学资质也全是PS的 不过他还是有能力 是让你考了第五名吗 这个收到的人回答的是 放榜那天我看到的人真的是小安 我这辈子最讨厌骗我的人了 我一定要好好教训这个骗子 也就是说他取证到的这个人是小五 那个我有一个小的提议 我建议大家先不要着急把这个确认为小五 因为如果整个名字都往前提了一名的话 这应该可能是小四 是 汉字的小五 阿拉伯的小四 就是考试的第五名 但是在群里面 他们可能是以小四称呼他 对吧 看一下他的那个发送这个消息的时间 大概在发生这个殴打事件的前两天 这个消息是4号发的嘛 也就是说收到这个消息的主人 已经知道了小安老师骗他这件事情 对他的意思就是说 要把小安老师教训你的 也就是说开车进去那个 有可能是施暴的人 然后呢倒在地上的那个 被囚禁的48小时是小安 有可能的 那么开车进去的就是 考试成绩的小五 没错 就是汉字五 现在目前的政治看起来是这样 明白 七十七你怀疑的人是谁 我怀疑 静静 静静 我做错了什么 我断按靠的是 抿状态 和直觉 那你之前抿的准不准 没有失守 这俩大指尖 我这俩大指尖 就把一个紫的一个白的 然后 然后 哈哈哈 你看我这指尖 啊 俩大指尖 我 我懂了 放我的 你 坐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来到了白色的房间 白色房间有一个纸条写着 孩子 新的一年希望你牢记 在这丛林般的世界 不赢过所有人就无法生存 你哥哥不如你聪明 爸爸指望不上他 要是连你也一直都是万年老二 我们在你继母面前 就永远抬不起头来了 爸爸真老公 所以非常清楚 黄色房间的是哥哥 白色房间是弟弟 我们把这对人物关系冲死 好 接下来 白色房间的主人 他在M城大学生 男女混合双杠金大赛当中 荣获第二名 抗争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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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杠就没赶过别人 然后他在后面恨恨地写了一句 为什么好乖是第一 好乖是第一 新的人来了 好乖出现了 接下来在M城大学生 百变大侦探APP推理大赛当中 白获得了第二名 他又问为什么好乖是第一 又是好乖第一 在M城大学生 人间ETC抬杠大赛当中 他惨获第二名 为什么好乖是第一名 在M城疑难杂案分析大赛当中 法条背诵大赛当中 获得了第二名 又获得第二名 为什么好乖是第一名 为什么好乖是第一名 他把这些东西全部揉烂 有个愤怒 带着恨的带着怒 嗯 然后里面最重要的一条 恭喜2020年的Dream计划 考生好乖 荣获第一名 好乖是第一名 然后呢 还写了一句 你应该永远消失 来了 刷季 如果第四名后来变第三名 就意味着是不是 前三名有一个发生了变化 嗯 我比较怀疑是好乖发生了变化 因为我在房间里面呢 找到了钥匙 打开了他的盲盒的陈列柜 里面有他的手机 在2020年的2月1日下午6点 他收到了Dream律师事务所 发给他的一个通知 恭喜你在Dream律师事务所 Dream计划录取考核当中 获得了第二名的成绩 然后呢 在2021年的2月10号 下午6点 他收到在自己房间等通知 去这个宣布花落谁家 嗯 好 下面有一个人物关系出来了 我刚才说就是小二应该是个女生 嗯 而且呢小二和白色房间的这一位呢 是恋人的关系 哦 感情深 手机呢有他和小二的一段对话 哇 好甜 小二说宝宝我有事跟你说 白说你这话有奇异 有两种解释 哈 第一种 宝宝我有事跟你说 这种情况 我是宝宝 第二种 宝宝我有事跟你说 第二种情况 你是宝宝 所以到底谁是宝宝 小二说 哈 啊不说了 分手了 然后白说宝宝我错了 宝宝 你今天外出回来后 为什么一直盯着小三看啊 我哥哥从小到大都没我优秀 有什么可看的 啊 所以呢 我基本上可以判断 白现在是小一 因为从小到大都没有我优秀 然后他又在跟小二 他们是情侣的关系 但是我现在不敢完完全全写上去 我写一个一再打个问号可以吗 我姑且判断它是一 所以这边这两个 我们可以往二方面想 就是白色房间的主人在谈恋爱的 我相信不是几时席就是七时席 当然他也收到了调查取重的一个任务 这也是在2021年的1月11号 给他发布的这个案件 客户同样是律所的VVIP客户 我再把这个也写到这好不好 这又是出现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人 对的就是这个人 他委托了每一个人 对的 小白要查的这个叫做诽谤案 2020年2月初 MCT BBS上出现了热门爆料帖 据爆料人所述 委托人品行不端 行为恶劣 委托人认为 该爆料内容不属实 破坏了委托人的名誉 构成了诽谤行为 你需要对该爆料内容进行调查 附件件后图 备注 原帖已被举报封禁 那么这个帖子是这样的 第一个楼主叫做痛苦Mask 又一个人出现了 VVIP客户的敌人痛苦Mask 这个爆料是叫做痛苦Mask的楼主 开的帖 他说 小偷 夜场老手 多少人被他好学生的人设骗了 深巴 谁谁谁谁谁的黑历史 背地里竟做出这种事 谁谁谁谁谁 外表看上去乖巧可人 人畜无害 可是谁能想到 他竟是一个小偷呢 然后呢 就是有一个他的钱包的照片 就是说你看他这个钱包 是很贵很贵的一个名牌 他身上只有几十块钱 无论出行呢 什么都是要坐公交车 他怎么可能买得起 也不知道 是又穷又爱慕虚荣 还是手脚不干净的 他偷了哪个有钱人的 而且我们的谁谁谁谁谁 背地里玩超大哦 上锤 然后就是有一个夜店 叫Yes Mola Yes Mola 那里的DJ叫Mola Mola 没有那DJ叫郭DJ 然后就有一个被打了马赛克的人 和无关人员在公筹交错 然后再跟大家玩 然后他说 他常年混聚一夜店 年纪轻轻 却是夜场老手 身边全是有钱有势的有钱人 酒水套餐背得比法律条文还熟 你如此品行不端行为恶劣 根本不配成为律师 我看你还是当好你的业余选手吧 然后他就去搜了这个痛苦Mask 发表的一些言论 他在一个帖跟帖了 我以为别人会因为我的才华喜欢我 结果远不及告诉他们 我爸爸是开保险公司的 同时统一回复 就是那个M城最大的成功保险公司 有钱人 所以痛苦Mask 我们知道他是 有钱人 有钱人的孩子 他爸爸是保险公司的 他说小四说 来我一千品的家里面来玩 首先 能突出他的就是 小四特别有钱 小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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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他 和阿拉伯数字四联系起来 算十吧 他还去夜店去进行了调查取证 有一个路 我们可以听一下他取证的内容 我是叶斯摩拉的老板 您刚问我招牌生的人 是不是在我们店里工作 这个确实是的 虽然招牌看不起脸 但看衣服 我就知道他是我们店里的服务员 好乖 好乖是来请公解学的 本分老师 表现得也很好 我知道他还同时打了好几分合 是个挺密切的孩子 网上有人说 他跟我们店里客人发生不争 大关系这个问题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 绝对不可能 尶斯摩拉开在长沙 现在 根据刚才的诽谤案 我们可以推断 VVIP客户是好乖 没错 没错 那刚才那个非访拘禁案里面 VVIP应该也是好乖 刚才的绑架案里面 我们指向的比较像是小安老师 对 所以我也有一点点觉得 好乖有没有可能是假小安 因为小安是化名 假小安 刚刚夜店那个老板 他说是连续打好几份工 对 那有可能老师也是他的 其中的一份工 坚持的为什么 有可能的 好 下面呢 我就去到了我们晕倒的接待大厅 发现了一个铝的 有点像小饭盒似的东西 里面是一些纸灰和烧掉的照片 这个照片 我拼起来之后 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说明它是一张 被烧掉的照片 可以 因为它没有任何别的东西 好 再接下来就是发现了一部手机 它里面的所有信息完全被损坏了 只有一个律师论坛 是可以打开看的 主要标题叫做讨论BOSE真 报复心有多强 从未见过报复心比他还强的人 怪不得能当地所的大老板 我只不过拿他的名誉 开了个小玩笑 被告到 然后后面的字就看不清了 然后出现一个新的人叫 这个ID叫做法法的世界 法法的世界说 那万一让他知道有人害了他儿子 他会怎么办 他儿子 他儿子 他儿子已经被害了 就是伤害过 对 他儿子可能是小黄或小白 于是法法的世界说 如果他已经让人开始查了 那我或许只能不惜一切代价 阻止他了 嗯 做一种业啊 这是法法世界有可能 对BOSE真做一些什么事情的证据 我比较怀疑 这是法法的世界的手机 但法法的世界对应我们谁 就不知道了 接下来呢 我在这个空间里面 还找到了我们 淘宝镖的手机 淘宝 淘宝镖 陪我这儿了 淘宝镖 不用太开心 你没有什么故事 你只得到了一个指令 BOSE真对淘宝镖说 这一次的委托人 VVIP客户有点奇怪 请他过来一趟 我想跟他谈谈 他到了之后 让他在我隔壁的办公室稍等 如果有需求 可以刷那个办公室的公牌 在茶水间自取 如果我们没有记错的话 我们在案发当时 就是21点59分的时候 看到淘宝镖和假侦探 他们两个人 从案发办公室旁边的绿色房间 离开的 也就是BOSE真说的 我隔壁的办公室 所以有可能 说的这个VVIP客户 就是现在失去记忆的假侦探 这是唯一一次 侦探的故事 串起了整个案件 这小时侦探什么都不知道 你最怀疑谁 我相信小四和这个 法法的世界 我觉得他们俩中间 应该有一个是凶手 更像是法法的世界 但是不能百分百确认 而这两个人 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我也不敢确定 对 期待看看 后面其他房间的故事吧 谢谢 谢谢 来 我来说子的 小子 为什么这样子 我最开始发现了这么一张照片 黑色口红 黑色口红 这是黑色口红 你发起秀 我光看出来 然后这是黑色口红 我发现的对不对 对 我发现了黑色口红的 原口红原主 谢谢 他是谁 上面写的是地导师 绿正女奇人 诉讼女强人 Dream律师所王牌合伙人 也是Dream计划的灵魂人物 D导师 然后呢 D导师的边上呢 写了一行字 偶像 我也要像妈妈一样成功 D导师是子的妈妈 对 然后找到了一个手机 写的是 恭喜你成为了第三名的成绩 小二 他就是小二 大写的三 小写的二 然后呢 他这个手机里头还有一个 是发给小一的一个情书 对 所以我认为她是一个女孩 因为她的说话方式很像女孩 能不能不能说着 我喜欢因为认真而闪闪发光的你 也喜欢第一名的你 第二个写着 我喜欢你 我们在一起吧 第三个说 还杀个娇 哎呀 我发错了 你把这句话还给我吧 那边给她回了一个 说我喜欢你 我们一起吧 她说可以啊 谢谢 这个表白好浪漫 把这句话还给我吧 什么玩意儿 但是我觉得她们聊天好奇怪 她说我喜欢你 我们在一起 哎呀 她出来把这句话还给我 小一说 我喜欢你 我们在一起吧 这是个土味情话 就是说本身这个女生呢 就是想骗一个男朋友说 我画错了你回给我 你是男性就把这句话还给她 但是这这个男性在追求她了 这男性在追求她了 但是男性在追求她了 不可能 黄明浩你不知道土偉情话吗 不知吧 谁话你是 我好想说吗 哇 这种套路吗 我好喜欢你啊 我们可以在一起吧 哎呀哎呀 我说错了 你还给我 我好喜欢你 你还有一句没还我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可以啊 就变成你追着我了 哇 哎呦 太炸了吧 他好会啊 太草率了 没有了 这肯定两个人两情所愿 谢谢 两厢情愿 又其在朝朝暮暮暮 反正这个时候 惊风欲露一相逢 殿胜却人皆无数 后来呢 他不是也收到了这个 VVIP的委托案件 他这个案子是恐吓案 恐吓案 然后委托案件是2020年的2月初 委托人收到一封恐吓邮件 来了同学们 第一个写的是 我是顶楼大叔的儿子 不是小一就是小三 对 然后我知道你拍了我爸爸的照片 你想干嘛能不告诉别人吗 那边给他回来说 小孩你爸的事你还是少管 你给我等着 如果你真的说出去了 你也活不了 明白 好 然后呢 因为他通过这个邮件呢 找到他的IP地址 是这个66677888就是这个M层地标大楼 这个楼是300至400平米一层一户 共100层 360度全死角湖景房 就是你终于住在一块砖里头 你就是住在这一块砖里头 没有窗 我全死角 一个柱子 对 一个柱子里面 一个烟囱 接下来就是他去找了这个大楼里的房间 取证 所以什么叫地毯是搜索 就是得掀开地毯才能搜索 然后拍了大楼房间里的就是那个密码 第一章写了 这个大楼的第一百层竟然是小三的家 对上了 然后呢 他的房间密码是 410295 因为他那屋里的还有一个密码锁 也是打不开的 然后接着是中间 不对吗 这不是我这个应该能打开别人屋里的房子 会不会是开我那个的相关的密码 两个密码锁 每个密码锁三个数字 对 一共六个数字 这个后边一定是有用的 肯定有用 好 那么我应该怀疑的人 我也不知道是谁 我只是提供了目前的一个线索 对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小子是小二了 对不对 对 漂亮 但是我发现了一个很震惊的东西 小二跟小一是一对 小二的妈妈跟小一的爸爸是情人的关系 对 对 是不是今天开眼界了 开眼界了 你们开始放开眼镜 萦丹 觉得很不默 vamp 这次都放开一天 都不胖现在 都烦闹区 ISHP motiv 又 Cannes 自己的芒果博 小五说 我已经完成了梦想的第一步 成功入选D计划 我一定要拿到offer 绝对不要回去继承公司 他不当律师就要回去 继承他爸爸保险公司 立刻推断出 红色房间的人 他叫做小五 继承公司 所以他是阿拉伯数字的四 大写汉字的V 大写汉字的六 阿拉伯数字四不是很有钱吗 对 只有一个有钱的人 不止一个 我们家也挺有钱 是2020年2月11号 他的号码是小五 那就是群聊之后 对 他是大写的六 阿拉伯的五 等一下 等一下 何老师 你刚刚说 你们家也挺有钱的 你为什么会有记忆 我没有记忆 我是说我搜的那个房间 就是白的那个家 你是说他 你搜的家也是挺有钱的 我是这个意思 我 然后在2019年10月1号 他发给了一个 应该是他的恋人 说 你也请了小安当家教 真希望我们都能拿到 地所的提供 这样我们就是绿所的情侣党了 对方是个爱心的表情 所以2019年 他是有喜欢的人的 2019年他是有喜欢的人的 刚刚谁是小安的那个 小四 小四 你这次可被骗惨了 不过不是让你考了第五名吗 所以小四跟我们这个小小小五 可能是个情人 那就有一种 那就有一种可能 小四是女生 小六不是女生 小三要去接的这个小六 有可能只是接一个小伙伴 对吧 我们刚才只是因为小三 要去接小六 对 这个不算实锤 那他肯定是有恋人关系的 然后下一张 小安老师先跟他说 明天就要考试了 把我划的重点都记熟 你一定没问题 然后小五说 小安老师 哦不 应该是好乖 这个信箱很大啊 好乖 恭喜你考上了第一名哦 所以这个人又做了他们的家教 又自己也参加了考试 然后你可真厉害 装成家教出来骗钱 你的学历背景都是假的吧 这样可不好哦 你知道吗 我最讨厌被人骗了 这个跟小四说的 我最讨厌被别人骗是一样的 而且还有一个证据就是 亏我为了感谢你 还买过贵重的礼物送给你 我不会让你有好下场的 钱包应该是别人送的 他这个钱包是很贵很贵的一个名牌 他身上只有几十块钱出行呢 都是要坐公交车 他怎么可能买得起 我以为别人 我以为别人会因为我的才华喜欢我 结果远不及告诉他们 我爸爸是开保险公司的 同时统一回复 就是那个M成最大的成功保险公司哦 我一定要拿到offer 绝对不要回去继承公司 他那个造谣 就是他自己送给他 然后拍下来去造谣 所以很有可能这个小五啊 是痛苦马斯克 但是痛苦马斯克旁边有个四 下一个他也同样收到了这个 在实习期间 考察他们能力的一个任务 他的案件是作弊案 关系到我们的排名啊 委托人还是VVIP 委托案件是2020年 2月初 委托人被Dream计划除名了 委托人被发现在参加Dream计划 录取考核时作弊 你需要去调查 作弊行为是否属实 如委托人未存在作弊行为 则需要调查委托人 为何被散布捏造其存在 作弊行为的原因 然后下面有一个 律师事务所的通知 是这样的 考生马赛克了 在Dream计划录取考核结束后 私自进入月卷办公区 并拆封试卷密封袋 严重违法Dream计划 为彰显公正公平 就是对他进行除名的处理了 然后呢小红他就去调查了 调查一个是D计划成绩复合组的 一个报告 2020年2月10日 因落榜考生质疑分数有误 申请对2020年均计计划 考试月卷结果进行复查 在调查过程中意外发现 封装答题试卷的密封袋 在正式月卷前已经被拆封了 见附件一 附件一呢就是已经被动过了 以此判定一定有人在收卷后 月卷前对试卷动过手脚 因此复合组决定展开调查 查看考试当天 即2020年2月1号的监控后发现 考生好乖 尾随D计划负责人 D导师进入存放试卷密封袋的办公区域 建一个附件图 这个图呢就是一个黑色嘴唇女人 后面跟着我们的好瓜 就是我们的侦探 经过询问 D导师表示自己只是将试卷密封袋 存放到月卷办公室 是正常的工作流程 且他正式考试结束后 的确见过好乖 出入办公区域 面对D导师的证词和监控视频好乖 对作弊行为共认不讳 但是呢 这个小红啊 在调查这个过程当中 自己有一些批注 她批注到 为什么D导师在考试当天 没有反应情况呢 她已经怀疑了D导师 所以她拿到了D导师的手机 取证线索 这是她的屏保 就是她本人的黑色嘴唇的照片 然后呢D导师 跟一个D计划 成绩复合组的负责人 一个聊天记录 负责人说 姐 哪个哈欧乖司都不承认 但我还是想办法 按您的要求改了口供记录 被导口导一句就坏了 怎么怎么 然后小红批注到 好乖没有作弊 那为什么尾随D导师呢 不晓得 接下来一个重要的聊天记录 证明 小子应该是个吕哈 已经证明了 对 吕了 女儿说到 妈妈 我的D计划试卷 根本不是我答的那张 所以我不是第三名吗 这段还行 妈妈说 监考的时候 我就发现你错了好几道题 没办法 我只能这么做 我跟你说过 成年人的世界 没有公平竞争 学会利用自己的优势 才是正理 这是妈妈给你上的第一课 你应该好好反思一下 还好你有这个妈 然后女儿说 真的是那位第一的好乖作弊 还是... 一个疑问 那是被陷害的啊 嗯 妈妈说到 当然就是他作弊 你别多想 今天晚上 我就会让这件事情 彻底结束 不会有人在追究的 等于小子原来第三都拿不到 对 她妈妈帮她改了卷子 是的 然后又把那个罪名 安在了好乖身上 把第一名除名 于是 她的女儿摇身一变 变成了第二名 是的 你又没有想过 你这么义正言辞的时候 有可能你就是那个小二 我非常有理由相信 我有可能是小二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在现场有一个密码箱 密码是什么 那个密码箱的那个答案 我深刻怀疑就是 然后我在试密码的时候 一直拼A-L-A-W-E-R Lower 我出来才发现我少了个Y 所以有可能就是我珍惜他 对 Lower 就是Lower Lower就是老二 什么Lower 是吗 对 Lower 我们 Lower 对 Lower 我们这个是一个方言的一期 Lower 他自己拼成了Lower 拼成了Lower 对不对 Lower Lower 有理由相信我就是小子 你是我的指甲 但问题是 你开的是小红的房间 完全一团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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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气了 小安就是好乖 他们是同一个人 这点肯定确认了 是吧 然后有钱人呢 有两位 一个是四一个五 你现在最怀疑是谁 咱俩没有感情线 你不要这样看着我 你不要这样看着我 请把那个眼神还给我 没有吗 我深刻怀疑 你现在最怀疑是谁 我深刻怀疑是谁 要有的 你做什么 你换一个沙子吗 你换一个沙子 有沙子 有沙子 你又怀疑谁了吗 目前有人能够确认自己是谁 没有人 没有 那从我开始 已经确认自己是谁了 我已经知道我是谁了 你是谁 我应该是二 我是弟弟 为什么呢 首先第一 蓝色房间 他在收到的这个短信里面 他考的是第五名 所以蓝色房间 基本可以确认是小四 可以告诉各位的是 小四家里暴富 一千平米的大房子里面 全都是暴文的装修 MG城报 M城晚报 所有的报纸都在嘲笑他的父亲 M城富豪出席慈善晚会 自信展示五五身 辣眼造型 上万网友集体请求去游 出席剪彩仪式 给人签名 但不会写字 时尚灾难 M城富豪 豪宅曝光 全套超浮夸的 暴文家具引发群潮 反正都全是嘲笑他爸爸的 为什么全套暴文就要引发群潮 暴文怎么招在家了 但是MG城报里面有一个消息 暴揍记者 事出有淫 M城知名爆发户 病例遭泄露 竟患有遗传性 造欲症 就他的人格是有脸红极端 家族成员恐都有暴力倾向 如果是遗传的话 小四应该也有个真 对 这上面有一个批注说 又穷又酸 你们这些人 其实就是在嫉妒老爸 所以蓝色房间的主人 是富豪的孩子 然后我在他的手机里面 找到了他和他爸爸的一段对话 富豪说 我们家老辈人说没文化 真希望你能做一名律师 然后上面是他爸爸发给他的 关于这个律师事务所的一些介绍 爸爸跟小四说 进入Dream律师事务所都有面子 你一定要加油哦 然后小四回复是 Daddy 我说了多少次了 我不想做律师 我想做时尚买手 别任性啊 千万别辜负老爸的期待哦 你有没有考虑我的感受 孩子急了 俩都遭遇啊 真的是一个内心极其坚定 极其有价值取向和观点的人 我喜欢这样一种独立的青年人的个性 但是急转直下 老爸说 如果你能顺利进入地所 支票上的数字随你写 回来找我签名就行 我还会给你买最新款的爆纹皮 但如果你做不到我说的 我就断了你所有的信用卡 你的衣服鞋子包包都别想买了 马上孩子回复 OK 我会努力的 面子诚可贵 梦想价更高 若为支票簿 两者皆可跑 刚才你们在讲故事的时候 我就在想 这个蓝房间的主人 跟那起绑架案 或者跟那起非法拘禁案有什么关系 打人的那个 有关系 肯定有关系 有一种可能小四是女生 但是非法拘禁案里又是个男孩 没有脸 我没看到脸 他男朋友小五 我打开了他的一个小包包 这个是放在造APP的小标旁边 他的Dream不是做一个律师 应该不会是时尚买手这四个 里面有两个小毛线编织的小手表 这个手表上面秀的这个标 一个是小四的 一个是小五的 而且小手表的数字 指向的是5.20 而且请注意5.20的时候 而且请注意5.20的时候 这个指针刚好在5和4上 这个指针刚好在5和4上 好精妙的一个礼物 好喜欢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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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爱的小五 你们有没有看到他这个照片特别的可爱 他这个就是用SOULAPP的脸基尼做的 因为在SOULAPP上有这个瞬间广场 可以自由的表达 我可以来跟你试一下 然后你可以用这个脸基尼的这个道具 来发表一些视频啊 或者是照片的瞬间 你比如说看我选的这个脸基尼 你想选哪个 这个好吧 好的 好漂亮就是我本人 哦 太美丽了 这就是我 这就是那个SOULAPP的脸基尼 这件事情呢 让我基本锁定小四小五的关系 但是目前还不能肯定 谁是男孩谁是女孩 明白 接下来我在小兰的房间里面 又打开了他的一个盒子 这个盒子里面有一张纸条 好乖写给小兰说 你以为你伤害我的事情没人知道吗 我都拍下来了 你如果再做这样的事 我一定曝光你的所作所为 你好自为之吧 所以他拍了什么 非法拘禁 非法拘禁 那所以不大可能是一个女生这么做吧 所以小兰就应该是男生 小兰是男生 我觉得小兰是男生 所以如果四号是男生的话 他想当时尚买手 对 而且爸爸还给他买包包 很正常嘛 时尚就是有包包这个原因 也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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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小四和小五 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也许小四是保护小五 或者小五在保护小四 反正他们俩一个是去非法拘禁 一个是诽谤 那从分工来讲 可能女生去诽谤 男生去非法拘禁 相对来说合理一点 对 也就是说非法拘禁的是 四号的小兰 然后呢 去以痛苦Mask的名义去发 诽谤的是五号的小红 接下来就是他所接到的 这个实习任务 委托人律所VVIP客户 这个客户 我现在也可以完全锁定 就是好乖 客户 在2019年8月到2020年1月期间 连续收到恐怖包裹 共计数十个 这个客户非常惨 他在生活中被各种人针对 他的人缘差到极致 怎么有种病 内涵到的 差到极致 也有可能是他太优秀了 寄件人多次寄发恐怖包裹的行为 已经严重影响了客户的正常生活 导致其产生了抑郁情绪 又被寄包裹 又被人造谣 还拖到停车场打一顿 这已构成了对客户的骚扰行为 涉嫌违法 你需要明确责任主体 以及调查委托人收到恐怖包裹的原因 小四 调查了寄给VVIP客户的这个包裹 里面是八爪兔 小四 去找到了快递公司 进行了解 取证线索 What is this? 得到了回复 请包裹8888888号 寄件日期2020年1月29日 签收日期2020年1月30日 收件人叫好乖 寄件人叫读书人 2019年8月到2020年1月 连续收到恐怖包裹 共计数十个 刚刚那个SARS说的时间是 2019年到2020年 这段时间如果没猜错的话 应该是在考试的时候 是的 他为了什么要恐吓他 就是一骚扰他复习 然后影响他的成绩 是的 你猜得完全没错 现在你对自己的人品 有了初不了解了 就是你四面素敌 接下来他又调查到了 骚扰的原因 又是个取生线索 他查到了读书人 自己发的芒果博 反正意思就是 一次一次的做这些事情 给他寄这些包裹 就是希望能够影响他的情绪 让他在考试中发挥不好 但是每次 都失败了 谁那么想得第一 就是第二 在M城疑难杂案 分析大赛当中 法条背诵大赛当中 获得了第二名 又获得第二名 为什么好乖是第一名 还写了一句 你应该永远消失 我为什么说能够确定 就是我是白呢 请注意 接下来实锤来了 小兰 查了电话号码 通信公司告诉小兰 你查的这个机主叫 萨时系 这么名字啊 是唯一一个到目前出现的名字 哦 终于第一个人出现了 萨时系你现在最怀疑是谁 我不知道我怀疑谁 但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 法法的世界是谁 二是谁 哦 哦 我知道 你知道吗 我知道 是我心里那个答案吗 不是七就是金 你好聪明哦 你要说他老子动得快嘞 因为我们的淘宝标搜了绿色的房间 咱们让淘宝标先说一下他找大的 你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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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搜的是真六绿的房间 这个房间应该是假实习的 因为我进去的时候看到一个电脑 哦 电脑上写的是假实习领用 打开之后有一个芒果博 2020年1月15号 妈妈你为我付出那么多 等我成了DRIM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后 我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 然后有一张照片 他的妈妈每天要做的事情 然后下面有一行小字 妈妈说虽然咱们家很穷 输在了起跑线上 但是妈妈也会竭尽所能 跟你一起追赶你的梦想 这说明这个假的妈妈 就是对他付出了很多 跟好乖的背景很像 对 就是 因为好乖也要打很多份工 但是如果好乖 已经被取消了Dream计划的资格 他怎么又会化成假实习 又重新来跟我们一起实习呢 他的邮箱里面 能解释假实习是怎么进来的 在2020年的2月10号 公布入取的前一天 发建人是假实习 收建人是D导石 和D律所的成绩复合组 抱歉打扰 我是今年D计划的考生 公式排名是第七 我对我的考试成绩提出复合申请 是他提出的复合申请 2020年2月10号 D计划项目组给假实习回右键 恭喜你在Dream计划录取考核中 被补录为第六名 D计划成绩复合组的一个报告 考生好乖 尾随D计划负责人 严重违法循运计划 为彰显公正公平 就是对他进行除名的处理 大家按照我们现在的成绩排名 改一下备注哦 在这个假实习的芒果博 还有另外一个动态 是2020年的1月21号 还有10天就是D计划考试了 加油 希望我和我的好朋友假实习 都如愿考上D计划 实现我们的梦想 所以他们两个不是一个人 对 我们俩应该 我们俩应该不是一个人 然后这条动态下面 有假实习的回复 他说 嘿 哥们儿看我发现了什么 桌上的那个合影 这不是大名鼎鼎的地索老板 莫夫真吗 你跟他啥关系啊 然后好乖回复说这是我妈 母子她是亲生小孩 啥 真的吗 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过 说来话长 我跟妈妈从小就分开了 入坠 离异的创始人 BOSE真的家族 离异 前任呢 这也就可以理解说法法的世界 为什么说我对他的孩子做了什么 他是对好乖做了什么 害了你儿子 对 然后我在贾世席的房间里看到两个空着的相框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贾世席的照片被人拿走了 我的房间里也有空着的相框 有 有 都有 空着相框就是布这个局的人 他要我们失忆吗 对 要不然就知道那个屋里都是谁了 对 然后最后就是还有一个包有密码锁 还有一个小合作 就是两个密码锁都没有打开 明白 来 来 侦探来 真是去了BOSE 真的吧 请给我一点点的嚣张声 来吧 来吧 肖包币 我要帮自己自己调查这些人 你们对我都干了些什么 首先我们有六宗罪 第一个作弊 第二个是肥谤 恐吓 非法拘禁 骚扰 还有最后一项就是我找到的跟踪 还有跟踪 跟踪 跟踪 第一个作弊 我们刚推测下来 应该是小二干的 对不对 子妈妈干的 对 子妈妈干的 非法拘禁 就是五 小五干的 对 恐吓 是类 然后恐吓 因为小三的爸爸是 顶楼大叔 所以他要去恐吓他 说你不能把我爸爸的事情放出来 所以他是小三 对 对 非法拘禁 小四 小四 骚扰是小一 最后一个跟踪 然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跟踪呢是 二零二零年的二月十日晚 委托人称不明人员非法跟踪 二月十日还发生了什么 二月十日还发生了什么 二月十号应该是复合成绩那天 并且把那个小怪除名第一名 有几张照片你们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他这儿有一些跟踪他的照片 是的 看不清楚男女身型 所以我觉得能够去跟踪我的人 那应该就是假实习 是有可能的 是有可能的 所以那我们就假设现在是小六 小六打一个问号 一二三四五六 那六个就大 我们现在就已经对齐了嘛 对不对 对 好 首先我打开了真Boss的电脑 VVIP客户 在二零二一年的一月十日 给Boss真发了一条邮件 他说 Boss真你好 我是你们律所的VVIP客户 2020年初有一些人 曾经对我做过一些罪行 这些事情都给我造成了很严重的伤害 他们应该对此承担责任 付出代价 我希望贵所将这六个案件 作为实习生任务 委派给素六朋友调查 但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是谁 相关的证据我会处理一下 模糊掉我的关键信息和正联后 邮寄给你 他重点是要利用这个Dream计划 来搞这六个实习生 因为他们伤害过他 没错 但是呢 Boss真给VVIP客户回了一条消息 他说 非常抱歉 由于我们的原因 六起案件呢 我们只能受理其中的五起 第六起案件 等过段时间 我会安排拿到offer的人来接手 然后呢 我在回收站里面 找到了一些 关于素六朋友12345的一些文件 但是全部加密 我还没有破解出来 关键是他是出现在了回收站里面 有人要把这五个东西给删掉 但没有彻底删干净 应该不是真Boss删的 应该是凶手干的一些事情 他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给删掉呢 接下来我在电脑前面发现了一张纸 以汇报实习生 阵子的前三话 就说明有三个实习生已经向真Boss 已经跟他汇报了 所以能不能确认作案的是三号或者是四号 确认不了我觉得 因为你不知道是哪几个人进去汇报过了 如果找到沟通顺序的话 对 能不能确认是第三个进去的 或者是第四个进去的人有最大的嫌疑 我觉得第三个进去的应该已经出来了 不然他不会画 但有可能进来了以后 画上了以后 在过程中呢 那一和二都有可能回来 反正一般比较像是这个人结束之后 比如汇报完了画一下 我在尸体的左边发现了一把钥匙 这把钥匙是Boss真办公室钥匙 仅此一把 而且它在这个房间里面 而且房间是锁着的 所以它肯定是一个密室杀人案件 而且我觉得这个是关键 它这里有一个孔 我觉得是对之后钥匙怎么出现在这个房间里 我觉得是会有一些关联的 因为我在这个钥匙旁边发现了一个气球 而且还绑着一根白色的绳子 普通的气球只有这么大吗 就是它的它 你们会发现它这上面是特别大的 岩石装置 上面有一个贴纸 上面贴的是老板 今日气球已经全部准备好了 后天一定会把你的办公室布置完毕 祝您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马上叫新年了 所以气球会出现是正常的 但是这个气球出现一定是不正常的 就被它利用了 然后呢我就去了我们的茶水间 在茶水间的箱子里面发现了一些东西 首先是这个害习惯 这个是不是就是那个吸了之后 舒华声能变成那个 你吸完以后 舒华声那声那个 然后呢我在里面发现了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看这个东西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会失忆 失忆气体按钮使用说明 配合失忆气体使用的 失忆气体被释放后 有效期为十分钟 吸入气体的人 将于数分钟后陷入昏迷 昏迷将持续半个小时 醒来后就会完全地失忆 所以我们醒来的时候是十点三十 十点四十 所以我们差不多十点左右 吸入的这个吸 关键就是在这个 它这个有效期只是十分钟 就是说我在这十分钟里面 如果你不吸 它就散掉了 对 它就散掉了 所以我在这里面发现了另外一个东西 防毒面具 有人没洗 很有可能我们在座的其中一个人 戴上了这个防毒面具 度过了这十分钟 他在假装适应 我在茶水间还找到了一些东西 这个可能跟我们这个作案手法会有关系 首先我发现了一张MG网购商店的购物清单 MG网购商店 首先他买了一颗 酣睡十小时的睡眠药 还买了一瓶一次性使用的一喷急晕 一袋橙子 一个气球 和一把小刀 还有一罐氦气 跟一副防毒面具 跟一罐失忆的气体 重点是购买的ID是法法的世界 法法世界就是凶手 凶手 谁是法法的世界 法法世界 在这个垃圾桶里面找到了很多橘子皮跟一个橙子 买橘子 橘子皮碰到气球和爆 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个作案手法一定是跟这个橙子皮脱不了关系的 漂亮 真的办公室出来的右手边 有一个花盆 一喷急晕 肯定是有人不知道是从这里用完还是在这里用完 出来之后随手一丢 丢到这里面然后就潇洒走了 但是它相对于是在公共空间 因为谁都有可能走到那去 他买了一盆急晕药 然后用一个酣睡十小时的睡眠药 这个就是我刚刚一直都迷惑的一个点 为什么又要买这个酣睡的药 为什么又要买这个喷喷的晕 是用在不同的场景 它是 可是我觉得两个侦探太难了 因为我们现在唯一只知道法法的世界 因为担心自己伤害过 Boss真的儿子的事情被他发现 所以要阻止他去查这件事情的杀机之外 其他我们所有人其实只是想要得到一个D计划的offer 而且我们所有人其实只是以前对于好乖做过一些不体面的事情 那么如果说是真的杀机的话那是好乖 也就是我们今天侦探本人对我们五个人有杀机 可是到现在为止 我们几个人对于Boss真的杀机毫不有限 包括已经唯一知道的就是白色房间的主人是萨石锡 他的线索里面跟Boss真是毫无关系的 那你俩就碰运气吧好不好 风神好不好 加油 首先我觉得他们一直在很重视的一个点说谁害了我 我觉得关键的点现在死的是我妈 为什么会害死我妈 是这样子我是按性格一个排除的 首先我会排除掉两个女生 小四是拘禁小五是诽谤我先排除拘禁 因为小四他有躁郁症 如果他想要杀人的话他不可能想那么详细的一切所有的计划 那性格就是如果我要杀了你我就冲 对吧 然后我再排除掉这个小二 因为你看他跟他妈妈对话小二是一个非常懦弱的人 他连作弊他都害怕他怎么会设计出一长串这么样的一个机关去杀掉一个人呢 所以就我这么一圈看下来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性的人 是哥哥 我觉得三是谁 因为三个一超高胎但是 我现在就是不知道三是谁 长得不一样 我觉得应该是情侣里面 那艺人投影 心骂我 好 我投气吧 第二轮我们找更有力的证据劝服其他人这两票都不算什么 好 加油 冲 加油 走 好像一群保镖 好 走 去哪儿啊侦探我们跟着你 我们先去把 黄色房子房间的那个打开 对 是不是 才有一个 有密码的那个 因为我就是欣欣恋恋突然打开 两个密码锁 每个密码锁三个数字 410295 会不会是开我那个的箱子的密码 哎 410295 410295 410295 就在这儿 这个这个这个 打开了 就他 410295啊 410295 我拿这个295 开了开了 295也开了 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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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线组 1 2 3 4 5 对就是那个 拘禁案非法拘禁案的车 是 谁的 大师席我是蓝 我就说我是蓝 非法拘禁的是 非法拘禁的是 4号的小蓝 这应该可能是小四 非法拘禁的是小四 对小四 小四就是大 大就是要做那个时尚买手的 爸爸不给他买包包那个 对 就是我的爸爸全是喜欢豹文 我喜欢加多斯维的高级感 哎 你这个数字给他掉在头上 对小四 就是大家还有没有什么箱子 没有打开的 我有 我有 我想用SARS SARS系去打开我的密码箱 那走我们走 跟着何时系冲 有 白房间是我的 白房间是我的 白房间是谁 白房间是谁 都是谁 开了 哦 哦 哇 在这个里面还有一个钥匙 哇 哇 哇 我这里有这么多 好多东西 又 第一个 第一阶段考核排名 第一名是小一 第二名是小六 小六就是那个假实习 第三名小三 第四名小四 第五名小五 第六名小二 然后 来第二 来来咱们给他看一眼 这不第二阶段了吗 第二阶段 好 这是第二阶段考核 第一名小一 第二名小六 第三第四第五都没有错 这是没有错的 第三阶段排名 第一名小六 然后第四阶段 第一名小六 我因为是一个一直想当第一名的小孩 对 对吗 对 所以我坚持了两个阶段的第一名之后 还是被小六反超 是的 所以我把它圈出来是这个意思 应该是 录取通知 第计划每年招生名额固定六人 且指招收应届生 如报道日前已录取者 因故无法实习 则由其他考生根据成绩顺位替补 第二 第计划严禁实习生 直到行为 一旦直到立即出名 公布调查任务当天 让你睡过报道时间 你果然被除名了 以后我就是第一 这里有一个你用过的药叫睡的香 说明强力助棉箱 非严重失眠者请勿使用 你让假实习睡过 你就会除名 那就是一旦迟到立即除名 他被除名了 对 就是要让他不来 发布调查任务当天是哪天 调查任务是哪天发布的 2021年的1月11号 小六退出群聊 1月 1月11号 那就是调查任务当天 他被除名 1月11号 所以对了 发布调查任务当天 对 所以他被除名了 让你睡过 那我来开这个箱子了 好不好 我打开了他的抽屉 他的调查结果 找到了爆料铁中的照片拍摄者 是谁 什么谁 也就是所谓的 你的女朋友 你的女朋友 我的女朋友 就是小五 小五是谁 小五出现了 又决定了你的女朋友是谁 这个将决定我的女朋友是谁 他拍到了一个女生 带了一个发卡 于是他就去找了这个专柜的店长说 您所询问的这款水晶发卡 确实是我们专柜售出的 M乘限量款 二零二年一月 我们向VIP客户 某时席出售了一个 某时席 别了 谁 是谁呢 这个就是 娘 啊 这个人就是娘 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个 也是 是 这个专柜的店长 是的 某时席曾在我们专柜 购买了这款钱包送人 根据顾客的要求 打印了一张 赠送对象的照片 作为礼品卡 这个实习生名字叫做 名字叫做 祝贺大老师 金时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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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快不到有夫妻下 我居然猜对了 我居然猜 来 扒一扒 真的 真的 有四个这三一点都不关心 等一下 我是来到了 真相 我是来到了《非诚勿扰》吗 不关系真相 全部都在找CV 所以朋友们 这个是小二 小二 然后我是 然后我是她的生发她哥哥 我是小三 我是小三 是小三 我猜对了吧 小三 你这个数字给他掉在头上 那个紫的房间里 还有一个锁打不开 我房间也还有一个 是吗 是吗 你自己来 现在知道你是 还是我 我 不是 这个房间你搜的是什么 谁的 这是我的日本人 小五通库骂子 那是通库骂子 那是通库骂子 对 通库 MASK 是小三 搭不开了 还有什么信息 插发世界 不对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金 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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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石 哦 哦 哦 你的名论就是真 因为这是公司的 公司的柜子 所以就是这个 有有 哦 达提卡 这也是那个谁的妈妈 子的妈妈 你妈妈 哦 哦 地导师改了他女儿的 他查到他把你 你的妈妈是小地 对不对 地导师你是地导师的女儿 对对对对对我是 所以就是他把你的成绩 跟贾时吉的互换了 互换了 互换了 还有谁的没有解开 我 那个子 走吧 我们去解紫色房间的 是这个没开吗 应该就是这个 是这个没开是不是 是的 小子是 二号 二号 是七七七七十系 开了 开了 哦 黑色的口红 这应该是我们爹地的 我们两个爸爸的衣服 啊 对不对 它应该是有一个唇印在 你看有你妈妈的口红 有你妈妈的口红 有你妈妈的口红 我妈的 爸 我知道了小安老师拍了你出轨的证据 如果被妈妈知道 你一定会被赶出家门 我和弟弟不是他的亲生儿子 肯定也只能跟着你离开 没有了妈妈 这个绿症女王的庇护 我们再也不会有优越生活 也不可能进入Dream律师事务所 还会永远背负着出轨渣男儿子的名声 我不能让我们的生活被毁掉 我要尽快联系小安老师 小安老师 何实习 何实习 你 就是我是属于那个 你是哥哥 对 哥哥 三毛 对了 我们让这两个侦探更加清楚 我们再来梳理一下我们每个人做了什么 我们按照顺序来 对 我是一 他老考第一名 所以我为了让他考不了第一名 我就给他不停的发送那些 恐怖邮件 恐怖面具 恐怖的东西 然后吓得他精神抑郁想以此 让他发挥市场 结果没想到他还是第一 好 第二是作弊 就是把他换上来 而且你妈妈把这件事情塞葬给了他 那这件事情 他是妈妈的恶行的得意者 所以最后算一定是算在他头上吧 对 我做的事情是 我知道了好乖偷拍到我的父亲和地导师密会的证据 所以呢 我必须让他闭嘴 我恐吓他 让他不要把这件事情说出去 不然我要他死的难看 啊 我 我是边边 非法拘禁 非法拘禁了他 对 我跟他在情人场里跟他边边 因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了小安老师的身份都是假的 欺骗了他 造了假学历 然后给他们当老师 对 我是知道了小安老师就是好乖 而且伪造学历 所以你俩知道的是同一件事 对 你俩的原因是同一件事 哦 等于说我们是情侣作案 对 我送了他一个钱包 然后再当是他那个偷的 然后发帖 做的挺多呀 女人不坏 男人不爱 你是我的男人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哪条线索会指向贝斯针 对 现在贝斯针的故事到底是什么 谁跟谁有杀人的动机 其实 其实每个人都有杀人动机 因为法法法法的世界说 如果他知道我们害了儿子 对 因为今天你们要把调查报告全都交给他 给曾律师 今天是汇报的时候 对 这样其实我们的杀机是不能让我们伤害 好乖这件事情浮出水面 所以你们每个人都有这个杀人动机 那我们现在再来分析一下 因为这个人作案的手法是 他首先第一点 他要准备相当多的道具 这些道具包括有 比如说让我们所有人昏迷失忆 包括他有可能还要先让BOSS真晕晕 他才能让他任由摆布的做出一个假的自杀的这个协议 同时他要非常了解这个办公室的构造 没错 因为他要做出一个假的密室 让钥匙通过这个气球和这个橙汁的这种关系 把钥匙留在门内 然后门是反锁的 同时这个人还要知道 他要知道顺序 不是他还要知道好乖和BOSS真的关系 没错 对 假时序知道 还有谁知道 现在就是不知道还有谁知道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要把这个你最好记一下根据数字 谁调查的谁的案件 这个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我不知道啊 凶手是不是要在自己这个案件被汇报之前 比如说我知道三是调查了我的案件 我得在他汇报之前要干掉他 是这样的 不不 因为他为什么要买这个忘掉你们所有记忆的东西 他今天目标只有一个 要把我们所有人忘掉记忆之后 把那五份都消除 就遇到那个收回占领 所以他不在乎顺序 他不在乎顺序 我们先去现场把他的作案方法给找到好不好 这是我今天最想破解的东西 防毒面具那个人肯定知道所有的事 对不对 问题就是找不出是谁搞的防毒面具 我给我先给大家找一下我说的那个特别大的 在这里 在这里 朋友们 这个尺寸不是比他大一点半点 是真的very big 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大吗 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把钥匙放进去 他把钥匙放进去 然后把气球吹起来 然后把它绑上 然后用一个什么办法让气球爆掉 那你是不是有一摊成真啊 你看 你看 他在那抹了橙汁 对 好棒 这些事情 就是当气球飘到这的时候 朋友 是这样 请大家注意那有一个空调 空调 一吹 一吹 吹过来 他只要一碰到这个橙汁一抱 钥匙掉出来 钥匙是在这附近吧 对 可以 可以 不是因为是我杀的人 所以我知道橙汁在哪儿 是我真实的发现 你不要这样说 你这样说 早上我又不说 为什么 你这么快的把钥匙 把你的高光时刻变成了一种狡辩 这个上面是有 而且这里正好有个底包拍的 他上面是很坏人 这个上面是有这个橙汁的这个痕迹 有 有 不只是痕迹 你闻 你闻 那就是 对金石席这个机关做得非常好 不是 不是我们要 你这样弄一个气球来 你这样弄一个气球来 试一下 这不新鲜 我拿个新鲜的 陈皮 有吗 在这 来 来 你们害怕的走远一点 害怕的走远 害怕的走远 不用 不用 就拿着呀 我不敢拿 我敢 来 新年 是不是 听一听 新年快乐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二 一 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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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这有用啊 哇 原来说家里有气球的时候 不能随便吃举手吧 小心一点 真的小心一点 可是我们要知道的是 怎么样他能把这个门关上了之后 他又把这个气球放在这 因为你们听到这个门 这个门是只能这么锁的 对 它锁完了之后 它自己就出不去了 它的意思是 不 它是从外面锁的 对 它是从外面锁的 锁上以后再把钥匙放进来 怎么放进来的呢 就是把气球怎么弄进来 对 怎么把气球 这里有门和窗 有什么建筑示意图吗 这是个窗吗 这是个窗吗 没有 它可以在蒙缝里吹啊 它可以把气球从门底下穿上 然后在这里吹在里面 涨起来 哇哦 哎 我觉得有道理 我觉得 他说的有道理 他说的有道理 非常有道理 我们试一下 把一个气球片 哈哈哈哈 这个 你怎么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是我在的 哎 还有那个 这有气球 这有气球 还有没有有有有 这有大气球 找到了找到了 来 把钥匙给我 这个就是这个气球 太气 来 我们把门关上 来来来来 先把门关上 先先把门锁上 先把这个气球夹住 对 这个气球夹住 对 这个气球夹住 然后把把钥匙伸进去 对 伸进去以后 你看 你看 然后灌签 对 哎 再往往里吹一个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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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点 哎 这身材够啊 朋友们这身材特别大 哇 朋友们 我觉得这个完全可惜 是可以啊 但是这个一个人能完成这件事吗 可以 可以 还没有关键 还有问题啊 他这个线啊 绑在什么位置 线在这边绑好呀 我知道 所以他如果是管道的话 冲进去 他在门口 他在门口 在他在门口这么绑嘛 绑完了之后 塞进去 因为害气他就会往上 往上冲 冲到这之后 他就带钥子带着他 嘟嘟嘟嘟嘟嘟 你看 嘟嘟嘟嘟嘟嘟 到这往上 是是是可以的 一定是可以的 一定是可以的 是 往来冲了 这么难的没想到 被我们一下就 不愧是你啊 哈哈 不是 我觉得那个 那个成枝的发现是天才的 真的是天才的 对 你这个表情需要他了 你看 我觉得这个成枝的发现是天才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 你这样你男朋友就这么不开心 我也可以 我能吃 我是一个能吃苦的男人好吗 可以可以可以 来等等 看看上面 你拉出来的那个时候底下 屁股底下有没有 哎这有个手机 哪哪哪哪呢 抽去下边 好找到了找着了 帽子真的手机 密码密码 好好乖好乖好乖 好乖 不是对 没有了妈妈 这个绿郑女王的帝序 绿郑女王绿郑女王谢谢 整天绿郑女王 绿郑女王 哇 这个事情 都是平平啊 真老公 你做那些事 我全都知道了 当年 要不是你从中挑拨 我不会因为误会好老公跟他离婚 还把他跟好乖扫地出门 这么多年以来不闻不问 好老公病重而死 我也不知道 是连好乖最后一面也没有见到 是连好乖最后一面也没有见到 好乖好巧这对双胞胎兄弟 也不会从小不分离 都怪我当年被你的花言巧语毛毕 带着弟弟好巧跟你结婚 原来原来你是个老实人 对三个孩子一视同仁 才没有嫌弃你的出身 没想到好巧那么小的时候 跟我决裂 出国读书再不肯回来的事 竟然也是你从工作的 你这个伪君子 这几天就收拾收拾东西 滚出我的家吧 是连好乖最后一面也没有见到 好乖好巧这对双胞胎兄弟 也不会从小分离 好乖死了是吗 好乖死了 所以他就是有双胞胎基因 不是他说连好乖最后一面 到底是这孩子走了 还是这孩子死了 好老公死了 好乖也说最后一面也没见到 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就是死了呀 病重而死我也不知道 是连好乖最后一面也没有见到 这个是不是后面有东西啊 朋友们 朋友们 看这里这里来了一个 好 哇夫妻二人结婚十年 女子突然要求离婚 因丈夫婚前承诺负责做饭 婚后只会烧白开水 不是这个是关键 这个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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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这样我这样 放松一下放松一下 流浪汉老实专栏 二十岁年轻人 自家公寓跳楼自杀 留下一书称太累了 与世界告别 2020年2月10日 就是一年前 天天好 晚上十点左右 有一年轻人 在自家公寓跳楼自杀 经调查该死者名叫好乖 才二十多岁 还发现了她的遗书 遗书中写到 我太累了 再见了这个世界 二月十号 就是成绩 成绩发布的那天 复合的那天吧 是取消她第一名 她被除名 遗书中写到 我太累了 再见了这个世界 为了让她考不了第一名 我就给她 不停地发送那些 什么恐怖面具 而且你妈妈 把这件事情塞张给了她 我恐吓她 让她不要把这件事情 说出去 不然我要她洗的那 被卡拘禁了她 对 我跟她在听众场里 跟她拼 我送了她一个钱包 然后带账是她那个偷的 然后发帖 好乖因为所有这些事情 她不堪其扰 就是所有人都是压垮骆驼的 最后一根稻草 有人可能知道了 好乖的死 跟自己有关系 现在我们说的 不只是那么简单了 对 但我们要知道那个 VVIP是谁 因为后续都是 VVIP肯定是 好巧 好巧 因为2月10号的时候 好乖已经 已经离世 但是她的弟弟 从国外回来 就是来帮自己的哥哥报仇的 其实 好乖 她在2020年2月10号 就已经跳楼自杀了 对 所以 2月10号之后 所有的事 都是好巧 因为我们失去记忆了 所以我们并不记得好乖 已经去世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还在一本正经地 以为VVIP就是好乖本人 但是事实上 我一直觉得好乖很奇怪 她怎么可能是VVIP 因为她的家境其实很不好 挺好 而且她一个人打很多份工 以她的财力 她是没有办法成为VVIP的 而这个VVIP 她用匿名的方式 就是发邮件来找BOSS真来查所有事情 其实她就是在国外可能活得还可以的 好巧 她回来帮自己的哥哥报仇 没错 来查所有的事情 我们知道好乖是长这个样子 但是我没有看过贾实习长什么样子 所以她肯定是好巧 所以贾实习跟好巧没关系是吗 贾实习早就走了 她在一个月以前她就退出群聊了 她只是可能醒来的时候 她被凶手挂上了这个牌 凶手想要混淆我们 给她挂上了贾实习这个牌 请注意我们所有人的牌上面都是没有照片的 不是 我就 我是在考虑 凶手为什么要把贾实习的牌子挂到她身上 会不会是这样子的 就是 因为茶水间的那个茶水机 只要一定要有公牌刷了才能喝水 你的公牌 你的公牌 我们去开一下那个 开一下这个 开一下这个 这个 要用你的开 喝实习我知道了 我知道是这个意思 就是在 因为那个绿色的是贾实习的办公室 对 所以贾实习的公牌 是在贾实习的办公室里的 你要喝水 所以你就拿了她的公牌去刷 对 如果我要喝水的话 我就拿着她的公牌去刷 所以你才会捡起假的 没错 我觉得我们要打开她的那个房间的这个密码 这里有两个盒子没开 这是贾实习的办公室 有这个盒子是五个字母的密码 这个包包是四个字母的密码 四个 英文字母的 贾实习四个 贾实习 试试乖 可是第二个没有优 应该试试巧 那就是巧 试试巧 七遥巧对不对 开了 巧开了 两个开手机 密码 我一定会实现梦想的 我一定会实现梦想 这是哥哥的 对 这是好乖的 我觉得跟这个梦想应该有关系 那梦想就是 梦想就是 哦 那个 Dream Over Dream Over 不会是侦探哪 仅自己可见的芒果博 2020年1月1日 最近已经连续五个月收到恐怖的包裹了 究竟是谁做的呢 我明明谁也没有得罪啊 对不起 是我 五天前考D计划的时候 我远远看到监考的老师涂着黑色口红 这不就是那天 我看到跟我后爸在一起的女人吗 考试后 我好奇偷偷地跟了上去看了看 发现她竟然是地导师 我思考了很多天 还是决定要干涉这件事情 我不忍心直接告诉妈妈 只能警告这个花心的后把收敛一点 我知道我伪造学历做家教不对 但是用暴力手段欺负人也一定不对 三天前我被欺负的时候 我用手机拍了她欺负我的画面 录下了音频 后来手机被她拿走了 直到今天才偷偷从家拿回来 我也想过举报她 但这样一来 可能因为品行不端 失去D所实习的机会 这会影响她的未来吧 你看她 算了 请告诉她一下吧 对 今天我被D计划成绩复合组约谈了 我明明根本没有碰试卷带 最后却被定罪作弊除名了 晚上回家后 也还被奇怪的人跟踪了 我不会就此妥协 我一定会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 我相信正义终将得到声张 这也是我们律师存在的意义 我一定会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 我相信正义终将得到声张 这也是我们律师存在的意义 她并没有想要自杀 她没有想要自杀 对 但是老实人 她的信息是可靠的 那是公正公认信息 对 好乖 我知道妈妈做的事情了 对不起 但我只能选择隐瞒法法的世界 是好巧 好乖 我知道妈妈做的事情了 对不起 但我只能选择隐瞒 好乖 我知道妈妈做的事情了 不对 不对 还有一种可能 是小二 你是地导师的女儿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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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所以 这是她把你的成绩 跟贾之极的互换了 互换了 对 所以小法法的世界是地导师的女儿 对 对 这里有一个 有一个我跟小乖的 小乖的那个聊天的记录 小乖给我发 小巧虽然我们不在一起 但什么都改变不了 我们是一家人的事实 我跟爸爸的生活虽然拮据 但也非常快乐 你不要为我担心 然后我给他们说 好的 你和爸爸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然后他跟我说 今天我又看到了 妈妈胜诉的报道 她在法庭上侃侃而谈 伸张正义的样子 真的太帅了 我也要像她一样 成为一个正直又厉害的律师 我一定会努力考上D计划 进入D所 到时候妈妈一定对我刮目相看 这是2012年 这是8年前 8年前 就她还是孩子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 哥哥加油 我相信你 反正就是鼓励他们的话 弟弟你别这么说 妈妈只是忙着去保护更多人 更需要被保护的人了 小巧说 今天我跟妈妈大吵了一架 以后我再也不想跟她 每天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了 我要听继父的建议 出国读书了 继父 弟弟你不要太冲动 出国读书 应该是去长见识的 可不是赌气啊 好 这是六年之后 才有第一次的联系 弟弟 我考上D计划了 而且还是第一名 太好了 哥哥啊 我就知道你能做到 哥哥你都好久 没跟我联系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哦 就从8月1号的时候就失联了 不是 中间2月1号以后失联 因为哥哥在2月10号 就已经跳楼自杀了 对 说的是自杀 2月10号已经走了 然后你不知道 所以你8月1号 才想起说半年了 怎么哥哥都没消息 对 哥哥没想到 我出国的那一刻 竟成了永别 我绝不相信 那么阳光积极的你会自杀 还好你的习惯 都没有变 你习惯什么东西都不扔 在你家里我看到了那么多恐怖的包裹箱 你一定被人威胁了 你桌上有一封信 说你因为作弊被D计划除名 你这么正直优秀 怎么可能会作弊 一定是被冤枉了 你还习惯把所有的手机文件都投入到电脑上 在你的电脑里我看到了你被诽谤的论坛帖子 看到了你被欺负的画面和音频文件 看到了你拍的跟踪你的人的照片 看到了你被人威胁的邮件 我不知道你是如何独自遭遇这一切的 但是我一定会查明真相 虽然我很讨厌咱们那个妈 但是不得不说D所的业务是最优秀的 我想妈妈现在一门心思都在她的新家上 可能不会管哥哥你的事情 所以我打算把这些证据中 提到你的信息都模糊掉 我在以VVIP的身份去委托D所调查 但是 真抱子是什么时候知道 这个VVIP身份很特殊的 他说是有点奇怪 对 他说的这个身份特殊是什么意思 让你做一些特殊的接待 我觉得他应该是感觉到了 这个案子跟自己的死去的儿子有关系 虽然他把所有的信息都没有去了 但是所有的东西指向的都是一模一样的事情 这里还有一个箱子没打开 这盒子是在哪发现的 在这里面拿出来的 夹层 我在这里发现一个夹层 啊 哦 这里有个夹层 居然会有夹层 哎呀 里面有一个报纸啊 撕了一块啊 2020顶尖律所Dream律师事务所 D计划入选名单新鲜出炉 第一名好乖 D计划只招应解身 我孩子假实习错过了这次 就永远错过Dream Offer了 其他考进D计划的孩子 进进出出都有不少人跟随 而好乖你是孤身一人 又跟假实习是好朋友 阿姨本想着那晚在你家 偷偷求你退出D计划 这样第七名的假实习就可以入选了 但没想到我冲动之下 竟把你误杀了 是假实习的妈妈吗 事后阿姨只能把现场伪装成是你自杀 往后余生我会在内疚中摸着的 天呐 假实习的妈妈把好乖推下去 那所以刚才那条短信说 我知道妈妈对你做出的伤害 法法的世界不一定是二啊 做过坏事的一个是假实习的妈妈 一个是二的妈妈 就是法法的世界也有可能是假实习了 那我来开这个箱子了哈 五个字的字母 我试试看法法 法法的世界 解 解 解 哦 来金条USB 这里有电脑直接拿这个看加油 好 手机恢复软件 手机恢复软件 数据线 难怪这个线是让我们恢复哪一部手机用 哦 恢复哪一部手机 这个手机它里面的所有信息完全被损坏了 哦 那个烂的电话 哦 哦 法法的世界的手机 可以在那个那个方法里边 可以可以 笑我一遍 令人心梗的提供 这儿 我们打开它这个坏的手机 首先看第一个备忘录 哇 它的计划 进Boss真办公室 灭口 检查汇报文件 因加密无法 查看只能删除 为了防止有人调查到好乖的死因 只能让所有人失忆 这样他们就会忘记曾经调查过的一切 Boss真已死 这些人也没有继续调查好乖之死的动力 所以以后我和妈妈就安全了 哇 好 这是一个芒果博 Boss真在昨天的下午六点说明天就是除夕了整个地所 只有我和今年D计划的五位实习生 还奋斗在工作岗位上 明天是他们实习的最后一天 明天晚上九点开始 他们就要一个一个的来到我的办公室 进行一对一的实习项目汇报 到底谁能够拿到今年的Dream Over呢 我已经开始期待了 注意这个顺序 好 来了 说明来了 他的顺序应该在他的那个照片里 会不会 仔细看一下他的照片 后面好多气球 没东西了 还有聊天记录 聊天用户433是跟他聊天的对象 哈喽 今天下午去汽车影院重刷 哈利波特一至八步跨年啊 我上次跟你说的调查的事情 今晚就要去给老板 做实习汇报了 所以我的时间估计只能看一步 那好呗 一步就一步吧 我去买票 好 下午我开车去接你吧 OK 下午见 是他跟谁啊 好 打车订单 他今天的10点15分 从Dream律师事务所 要去汽车影院 但他已取消 汽车影院 不对 他是晚上10点15分 那时候案件已经发生了 他原本是想约一个车 然后走 但是没有走 他晕了就说明他 对 朋友们我们现在有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我们 其中有人是假实习 他冒充了我们谁 其中一个人的身份 有个人开车去接假实习 然后呢 假实习就把那个人给 对 对 我觉得你刚才那个判断有可能 我们有一个 八小时 看睡十小时 十小时 是我们其中有一个真正的 对 身份的人 他现在就睡在车里了 对 没有来到这 对 是的 你有可能是假实习 我有可能是假实习 我有可能是假实习 或者因为我们失去记忆之后 根本就不记得对方长什么样 整个地所只有假实习 带着房租面积没有失忆 假实习在这假装其中一个人 失忆 跟着大家在里边混 对 我们今天要找的是假实习 有位 我可以一对一了 走吧 好 走 一对一审问 侦探拥有单独提审嫌疑人的权利 我们先来理一下他做了什么 有一个人来接他 没错 他在车上给他做了八小时昏睡 对 然后这个人昏睡 于是呢 他就在他的办公室里面等 对 因为他要等到轮到他的时候 他才会去 最重要的是我们所有人都要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不能离开 所以我们并不知道谁来了是没来 对 比如说他去的时候先用迷药迷晕 拖子针 然后呢在我们大家都不能出门的情况下 他关上门伪造了这一切 对 对 本来你 和保镖 你们俩都在绿色房间里面等着结果 然后他启动了机关 他自己戴上房东面具 结果大家觉得不舒服了之后都想往外跑 然后接待大厅是我们要出去的路 但是门锁 都死了 所以我们在十分钟之内 我们所有人都倒在了接待大厅 嗯 首先我们能确认是被换掉的那个人肯定会开车 第一他会开车另外一个他得有车 对他得有车而且会开车 然后呢之前有去接他的习惯的是我 因为三说过我要去接你 但是呢不排除其他人也有这个可能 然后 我比较觉得 萨不太可能 因为萨是给他吃了那个睡的香 让他迟到了把他开除了的人 我觉得从人际关系上来讲 不管这个假知不知道萨是对他做过这件事情的人 我觉得萨都不会跟他做朋友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对萨不可能去接他 对没错是这个是这个意思 现在我们就是找不到一个顺序 因为我比较不相信前三个里面会有 我觉得是后两个 如果我们凶手在前三个里面 前三个已经打过他不可能冒他的名义 然后假呢就是在外面等着呢 他是等这个人做完汇报之后 他再把他弄出去 再让他睡 然后回来再搞这一切 因为他会多一道手续 明明是要把这个人弄出去 是的 我明明要在这个里面等offer 我为什么出去跟你上车里 被你迷晕呢 所以应该就是没有做汇报的 两个人里面 这其中一个 有一个被他弄晕了 现在他假冒他的身份坐在我们中间 所以呢现在就是要看谁更有可能去接他 那这个人现在就是假实习 了解 好嘞叫谁 叫萨吧 你找到了吗 你找到了吗 我们刚才啊找 就复盘了一下这个凶手啊 嗯 他不是2月10号的下午6点看到了死者发的那个芒果博 他知道第二天晚上9点要开始汇报了 没错 芒果博里不是有张照片 死者背后好多气球 所以他就开始定制这个杀人 定制他的杀人计划 6点钟看到芒果博以后 他用了大概4个小时 晚上10点做好了计划 开始出去买东西 把东西都买完 然后第二天的上午10点 他选了我们中间的一个人 去给他发信息 没错 说约他看哈利波特 是的 然后这个人他选的是谁 他为什么要选这个人 对 他要选这个人一定要相对来讲要比较安全 没错 主要是在我们所有人失忆以后 他就可以用这个人的身份混在我们里面 没错 所以他会约谁 你从他的语气里 小六一定要约一个应该跟他关系不错的 在我们所里 在之前的聊天里 跟小六关系最好的是谁 三 而且之前有过一个说我开车去接你也是三 就是三 对 然后五找了六 五跟六关系也肯定好 下去还是得找到顺序 他必须是在后两个里面 也就是说前一二三他不是已经画上了吗 对 他可以先躲在办公室 但是当他要见到 真boss的时候 他就掩盖不住自己的身份了 所以他一定是在第四个或者第五 对 对 我觉得应该就是第四个 就是刚好说第三个结束了之后 第四个叫第四个去的时候 所以这应该是个关键性证据 只要找到今天面试的顺序 谁是第四个出场 那就ok了 对 对 对 顺序有可能会在什么地方呢 脚筋实习吧 有什么新发现吗 你有什么想法吗 凶手肯定不是我 我没有什么办法 我只能用我的状态 因为如果 要我从一开始所有人都失忆 而只有我一个人记得 所有事情的真相 我没有那么好的心理素质 就是无论怎么样 我们现在能确定的是 你和七时期肯定是女生对不对 甲时期无论代替谁也代替不了你们两个 甲时期不知道是男是女 没有说肯定这个甲时期是男生 也是 而且确实就是所有的地方都显示孩子 我觉得就是没有说可以把女生排除 对 我觉得你们也有可能 万一是个女生约你们出来 你们也会出来 对 然后三还是去接六 对 三是唯一一个单身的人 他去接六 可能三就是喜欢六 我真的现在越想 我越觉得甲是一个女生 你想吧 五五问六在干嘛 五问六为什么不说话 一般就是闺蜜之间对不对 那也不一定 万一是一个就是很nice的女生 她就是会照顾到群里每个人 首先第一两个女生可不可能 我觉得也可不是不可能 甲时期如果是女的 那女生陪另外一个女生去看就合适了 非常合理啊 哎 现在重点是她必须得跟她替换的人性别一样 为什么呢 不一定的 为什么呢 大家都失忆以后 谁管谁什么性别 不是 你不管怎么样是她做的呀 就是如果是她替换了七时期 她得是个女的呀 现在我们没法确定甲时期是男是女 不是 能确定是男生了吗 不是 我的意思是甲时期是女的也有可能 对 如果是她干的话 那她不就是甲时期本人吗 对对 我是说这个逻辑 对对 所以说现在没法排除女生吗 对呀 七时期 我去了 我去了 你有什么想法 首先是我们有一个聊天用户433 嗯 再跟这个 她想要迷惑的这个人 发短信 把她约出去看一到八部的哈利波特 首先她 约这个人 她是有目的指向性的 但如果说这个人对哈利波特一点兴趣都没有 她是不是约不出去 妙啊 哈利波特这个点 我们没有从任何房间找到任何线索 对不对 我觉得如果能查还可以再看一下 是 然后另外我们觉得这个凶手 他不是要故意栽赃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 他只是想要完美把这件事情解决了之后 伪装成真Boss时自杀 然后他回去造就一个不在场的证明 因为他跟他一直在一起看电影 对 对 他的本来想法就是他醒来之后去开门 然后就走了 但没想到是门开不开了 对 所以是他自己没有一想到 所以你只能困在里面 对 然后大家一起演这样 对 没错 好 那请把 大老师 大老师教典 嘿兄弟 好久不见 咱们现在的同学怀疑男孩 其实也有可能是女孩 我们知道 对因为女孩 约女孩去看电影这件事 也很正常 对啊 如果六是女生的话 女生约女生肯定不奇怪吗 对 所以六月二不奇怪 六月五也不奇怪 嗯 那如果六是男生的话 嗯 三四五 之后只又排出了一个 二三四五 我就光推算还是要去找 走吧 就必须得去找 好 他就剩那一点东西找着就行了 冲 好 朋友们 还原一下作案的过程好不好 好 首先下午的时候 约朋友 假装要去看电影 朋友去接着他 在看电影的时候 就下药把朋友给弄晕倒了 用朋友的名义 来到了现场 然后进到了朋友的办公室里面 一直躲着 嗯 然后前三个都过去了 嗯 第四个可能是朋友 轮到朋友了 他就是 这个时候掏保镖来叫他了 因为保镖是第一天来 他谁都不认识 掏保镖并不认识实际生 谁是谁 没错 他就敲开了这个门 叫了这个屋里的人 于是 假实习就非常大方地 来到了贝斯珍的房间 用一喷急晕把它弄晕了 没错 杀害了我们的贝斯珍 然后布置了现场 之后呢 就放了失忆气体 他本来的想法是 打算放完了什么东西 就是赶紧出去 但没想到 因为气体的释放 导致门无法开了 所以才留下来 被迫跟我们一起演这场戏 对的 他原来的计划是 大家失忆了之后 他就大大方方回到汽车影院 对 等他约的这个朋友 也就是我们现在坐在这儿 他假冒的那个人 本体 他醒来之后他就说 你怎么搞的 你说看一步 结果你睡这么久 你看你都错过会报了 不过我也睡着了 没错 于是这个房间里面 发生的自杀案 就与他们俩无关了 甚至他们两个彼此 还能有个不在场证明 完美 天衣无缝 凶手 凶手为什么要让大家失忆 凶手的计划里 是这么说的 为了防止有人 调查到好乖的死因 只能让所有人失忆 因为真老板已经死了 他们就会忘记自己 曾经接到过一个调查项目 是调查关于好乖的各种事情 好乖的死因 以及这个人的存在 就会永远被抹掉 这样他和他妈妈就安全了 他不打算让他骗去的那个朋友 也失忆吗 所以他约的这个人是 有比较远离整个事件的 就是他记得的那些事情 无伤大雅 或者说不是特别的严重 哦 有道理 嗯 说明这个人记的东西肯定不是严重的 嗯 还记得我们这么多人里面 有人记我是记的 小安老师 对 有人记我记的是 好乖 好乖 那 记好乖的是严重的 记小安老师的是 一般的 我想请侦探再写一下每个人干过什么 一号干的是 骚扰 为他几礼物 二号是作弊 我是恐吓 我是拘禁 我是诡谤 你在看谁调查谁的事件吗 谁是调查我的 是我 又是四号调查的一号 谁调查的作弊 我调查的五号调查的作弊 五号调查的作弊 一号调查的五诡谤 二到三 三调查的是四 对对对对 他想要让他失忆的人 就是他必须要让知道好乖的人 没错 所以知道好乖的人 他们必须在这失忆 车里这个人他就算不失忆 也跟好乖的事情无关 所以这个车上的人他肯定没有在调查好乖 对 谁跟好乖最有职业关系 请注意是前面的一个数字 是调查的那个人 没错 不是做这个事的人 四在调查一 他肯定知道好乖被骚扰的事情吧 嗯 收监人叫好乖 五调查二 那五也肯定知道好乖被污蔑或者污蔑 好乖对错并行为共用 然后一他肯定知道好乖被诽谤的事情吧 对 但是我们听你的词语好乖 所以最有关系的四五跟一 对 那只有两个人没有在调查好乖的事情啊 好乖不是好乖的事情 拒禁也不是好乖的事情 这两个都是小安老师的事情 就二和三嘛 对就二和三嘛 那就是 凶手是在这种人当中 不是 是的 这是被换掉的人 肯定是在你们这种人里面 对 请注意 所以 就算他知道这些事情 他的调查结果导致的就是 确实有人对他做过坏事 然后好乖不堪压力自杀了 其实这些事情都是造成 好乖的心理压力 没有一个人查到说有人推了他 你知道吗 所以他不担心 其实这些人失不失忆他不担心 谁在查跟踪这件事情 因为所有这些事情都不导向他的死亡 对 他的死因是他妈妈 跟踪他 然后 发生的 对不对 他为什么要让我们所有人都失忆呢 他失忆的是怕跟踪那件事情 因为他不知道谁拿了跟踪这个案 可没有人在调查跟踪这个案 他不知道啊 他就怕 万一呢 对啊 你了解了吗 他不知道 所以跟他说的人那个人 不管他是说的是好乖的事情 还是小安老师的事情 他都不怕 他其实要看的是谁在查跟踪这件事情 而当他只知道我的朋友查的不是这个 那他要记得什么没关系 但剩下人只要你们其中有一个人 记得跟踪这件事情 你都得失忆 现在是说假实习是怎么知道小安老师 和好乖是同一个人 好乖是同一个人 因为目前的话有两个途径可能知道 一个是他的实习生朋友通过调查 知道这两个人同一个人之后 告诉他了 这指向两个人四跟五 还有一个可能性 是他自己的妈妈 因为他的妈妈跟踪过好乖 有可能发现小安老师和好乖是同一个人 明白了 还有一个点 约看电影这个事 刚才我们一直在讨论 这里边我们俩是一对 他们俩是一对 对 你是单列的 如果假实习是一个男生 那么肯定是在我们三个当中约 因为他一定要替换一个同性别的人 对 因为现在性别都对得上 对 所以如果是一个男生要约一定约我们仨 如果是一个女生 约女生 两个女孩在七十电影院看一部电影 这是完全说得过去的 我们两个刚刚也觉得是女生 的可能性会大一点 有点像 因为对之前的聊天来看吧 在群里的聊天记录 五号突然问六号 你为什么不说话 你为什么不说话了 小六没说话 对 然后呢 三号作为我们唯一的一个单身的男士 你又说我去接你吧 又要去接他 发出了邀请 对呀你有个弟弟你不接 你要去接一个六号 为什么呢 我觉得四也有可能 四说到我们家去做客呀 我觉得就是说明大家 其实关系都还不错 那肯定的 我们俩一千多屏呢 喜迎八方客 他同时办七八个聚会 你以为就我们这一桌 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我觉得是不是咱们都忽略这件事 对哈利波特很重要 我刚才看了所有人的屋 只有一个人的屋里有哈利波特 谁 就是白的屋 白的那个手办里有一个是哈利波特 我刚才说了这个人的特点一个就是他会跟甲去看电影 另外一点呢他还是比较相对来说上级戏没那么强的 哎 对 对 要不然他会他会时刻准备着 他会 他会在一个这么重要的汇报之前 去跟一个已经在整个调查当中 out的人去看一场电影 那要不然每个人都说一下大家各自怀疑的人吧 或者每个人发表一下最后的观点 咱先说说 如果按照我们之前所有的推论有车也好单身也好 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谁知道小安啊什么什么的 三号是最明显的 嗯 但因为所有的推论都指向他 就是到这一轮就完全可以锁定一个人了 我觉得这这这个 但我又知道我不是 所以三个男生里面 那就只有四号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 我确实有一点点隐隐约约的预感 假实习是个女生 女生约男生看电影不太可能 因为他性别要一致 女生约女生看电影 是完全有可能 而且约一个跟自己关系好的 恰好在这两个女生当中确实有一个关系跟他还不错 以三个男生的逻辑来讲 如果是女生 首先我知道我不是 因为我不会向任何人说我的案件 因为涉及到我妈的作弊案 我不会跟任何人说案件细节 我补充一点啊 二号的两个案子都跟他自己的妈妈有关系 不管他自己做的作弊案还是他正在查的这个 都跟他妈妈有关系 一个私情一个给帮女儿作弊 作弊 所以不太会告诉别人 所以这两个事他是不太愿意往外说的 有道理有道理 嗯 所以我排除了我之后 如果是女生 只有五号有可能 那但是我又有一丝丝怀疑四号 就是闽状态感觉到的 就是没有实锤啊 新年新迹象 这是我的新迹象 就是闽了一下状态 我的感觉跟前面两位的分析有一点点像 那刹刹呢 是他房间里面有一个哈利波特的小的玩偶 所以呢 我有一点点怀疑 刹 有一点点怀疑 刹 有一点点怀疑 我同意何世袭 对而且就是说 因为之前还有两个说有车的一个证据 就是感觉一直在指向 只有我跟何世袭有车 但是这种我觉得都是烟幕弹 而且这里也没有证明说谁不会开车 我哥哥的车我能用 你的车你女朋友也能用 对 车这个事着重提出来 其实也就好像是烟幕弹 但是我觉得哈利波特呢 可能会成为一个 最终咱们没有搜到的一个 关键和关键性证据 我也是怀疑一四 前面的逻辑大家已经说了很多 没有人说四的逻辑好吗 有你四的逻辑 你给我说一遍我的逻辑是什么 二怀疑的 二怀疑的 我抿了一下是用我的状态 因为我也抿出你的状态 你不了解我 我想提两位侦探给我们一点方向 我有一个思路就是 会不会凶手在选择那个人的时候 除了要选择跟他关系好不好 然后或者调查案件是什么 以外 会不会考虑这个人的办公室的位置 怎么说 就是保证他在动手的时候 不容易被其他人看到 那就是绿 绿跟紫 绿是他们两个在屋里 对啊他躲在那的不是吗 紫是谁的房间 是我的 离死者最近的屋里是你和他 是的 所以他无论走哪个屋 他都要经过有两个人的那个屋 你们俩一直都在 你们都没发现 别人就更不会发现了 其实文涛刚才说的那个特别关键 就是我们到现在有没有想出来 他选人 不是随随便便选一个 他的逻辑方式啊 对这个人他一定要同时具备几个条件 我们刚才说第一个手约的出来 第二个 确实他从他嘴里知道了 案件的详细心 对 说你还记得我前两天跟你说那个调查的事吗 我们今天晚上就要汇报 主要这些条件大家都符合 除了七实习以外 七是不愿意往外说的 而且七跟他的关系确实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有那么好过 剩下的四个人想要符合的话都可以符合 那就有三搜的人 我们就要看能不能搜出一些关键性的证据 我估计现在就剩一个关键性证据 就是顺序 那投票加油上 其实就我们盘出来的逻辑就是 下实习 代替了这五个人中的其中一个人 正在其中 我认为凶手在挑选这个替换身份的对象的时候 应该他会去选择死者的儿子去留下所有的记忆 所以这一票我投给大时系的 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大时系的 所以这一票我投给大时系的 完美投票 完美投票 今实习下实习和实习大实习 那我就投大时系我的理由是 对他没有感觉他不是我的男友 嗯 我对你不来电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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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 梁 我唯一后边看见的就是 撒的地方 有一个哈利波特的小人 我现在只能偷撒 我要相信我自己 走 我就偷撒了 撒是不是 不是 不是 也是一种直觉 先来缩缩圈 假实习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呢 这就意味着很重要的男孩 在阵营里面去做选择 回忆一下当时金实习 对于小六说的句话说 小六你怎么不说话呀 如果在群里面 男朋友在的情况下 会这么轻心快乐的问题 应该百分之九十是同性 所以呢 假实习应该就是个女孩 我还是比较相信我之前的这个直觉就是 凶手应该是个女生 假实习 他跟所有的实习生当中 谁的关系比较好 当然首先金实习跟他的关系 看上去是个错 感觉 七实习跟假实习 没那么近 这一张投给他 我这个真 看当的我真的是 一点头绪都没有 你了 来吧 明星角色扮演推理游戏 明星大侦探第六季 心酸的offer中 究竟 谁是杀害BOSS真的凶手呢 首先公布 获得零票的安全玩家 获得零票的就是 西式 啊 制服 他们是这个小青蛙过年了 哇真棒 哈哈哈哈 获得一票的玩家勇 何时起 丧时起 嗯 打个头给我了我去 剩余的七票 又不通我了 对 剩了七票 集中在七时期和大时期中 他们谁的票数更高呢 票数更高的就是 是我 我对你 不来电 开门 这一票投给他 大师信 是 就是你了 获得四票的 七时期 啊 真的假的 这不明显吗 请七时期进入铁炉 先关一下 大老师 你给我站在这 梅蕾呀 龚黑龚黑龚 龚黑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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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站到这儿来 我把外边带着 对不对 我跟你说 我们马上随时计划 我是个局外人 七时期 究竟是不是本案的凶手人 接下来我宣布 各位检举 来交换 别回来演了 哦 成功 成功 耶 成功 耶 假实系应该就是个女孩 那么今天就在金时席和七时席当中投了 如果说整个的事情是刚刚接到这个调查举证的课题 两个小姐妹就已经分享这些事情的话 那么其实七时席也是有可能的 因为在他要调查之前 他并不知道他们恐吓的内容是自己的母亲 顶国大叔他也不知道就是真老公这个人 他如果就把这个跟贾时席分享的话是有可能的 那么贾时席呢他是好乖的好朋友 他知道好乖是真boss的儿子 他们作为好朋友他也非常有可能看到过好乖的手机 当贾时席听到七时席提到小安老师的时候 他就知道boss真集合了所有的实习生在查好乖的事情 从而引起警觉 死者把实习生叫来进行汇报的顺序 怎么才是最合理的安排 我觉得作为一个律师来讲 要用律师的思维去考虑这件事 当他发现五个案件全都是一个当事人 他一定会下意识地按照案件发生的顺序 让人过来进行汇报 也便于他自己梳理 我最后就跟萨老师我们就在说唯一能找的东西就是找了我们的顺序 被我找到了 开号有三搜 那个纸条就是一个藏在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地方 纸条上面写着 按照五个案件中附件所提及的时间顺序 进行汇报 那么相应的调查人应该是大实习 撒实习 和实习 第四个应该是 第四个案件就是恐吓 但我要找的人不是恐吓的那个人 而是调查恐吓的那个人 七十席 就是他 就是他 地导师的女儿 七十席 通过案件的先后 顺序 确认 这一票 投给他 所以现在七十席本人 还在电源睡着呢 不知道哈利波特 播到第几步了 好流泪 太不容易了 太不容易了 我这次当完侦探之后 我下一期我决定我想当个 四子 我想当个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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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最终就是你了 就是我呀 因为你有 一直都是我呀 我想问一下 跟哈利波特 到底有没有一毛钱关系 因为小一和小二 是情侣的关系 所以在小一的空间 找到的哈利波特 其实对他的女朋友和哥哥 都是有指向性的 你是对的 我的车是这么大 吓我一跳 然后那个 就我对了又怎么要 我还是错了 对 哈利波特不是我买的 是别人送给我的 你不知道 我哪知道 天哪 一直在演 一直在演 演得多辛苦 你要知道我面对的是 多么聪明的人 我不仅是要在录制的时候 保持一个非常良好的状态 我要在私下接触的时候 也随时保持住这个状态 因为你们都太聪明了 你很棒 很棒 辛苦了 真是太不容易了 你很棒 请速胜金条 每个人的金条 我一个你一个 我一个你一个 你没有 你没有投对 你投的大 大过年的没金条 大过年的 你让我们拿一下 让我们沾沾金 你投的谁啊 我投的蔡北宁没事 我就 谁有哈利波特我投谁 我就是支持哈利波特 我来感谢一下我们的回座伙伴 人像视频会发光 Reno他按心不慌 感谢幻彩人像视频 在我眼里你会发光的 OPPO Reno5系列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跟随灵魂找到你 一起上掃玩推理 感谢一亿年轻人都在玩的 社交平台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打开百事助攻破案 感谢打开百事把乐带回家的 百事和乐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明星侦探斗才智游戏就玩神武四 感谢有端游有手游的快乐社交网游 神武四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一口丝滑拿铁 迷团轻松破解 感谢开启愉悦太阳的雀巢咖啡 丝滑拿铁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李星来龙去脉 博士无处不在 感谢科技成就生活之美的博士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看明星大侦探玩百变大侦探 感谢社交推理两不误的百变大侦探 ATP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暖暖三九感冒铃破案推理不能停 感谢三九感冒铃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口喉健康 信赖三斤西瓜霜 感谢三斤西瓜霜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帕克搜一搜 真相搜搜搜 感谢年轻人都在用的 帕克智能搜索AP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祝大家新年快乐 好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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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拜拜 我会联系你家人送一条秋裤过来 大冬天的 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感觉 法网灰灰 疏而不漏 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 那我就放心 这次的案件里面其实是关于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机会 或者我们称作是很重要的一个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也好 一个令人心动的offer 我想呢可能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这个故事其实就是讲了一些实习生们 各位就是如果能够拿到这个offer想来能够存投地 可能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个offer 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步 但是那个真正你心目当中那个dream offer 对你来说你的人生有这么重要吗 值得你付出如此代价去兑换吗 我觉得那不是的 我觉得人生有太多更重要更有意义的事情 值得我们去思考 什么叫成功 我觉得成功一定不是达到一个 你能够用肉眼看得见的目标 真正的成功我觉得是在你这漫长的一生当中 当你最后回首往事的时候 你不会因为自己曾经说过的谎言而愧疚 你不会因为自己曾经为了竞争去伤害过的那些人 而感到歉意 你不会因为要用一个又一个的谎言 去弥补之前犯下的错误 而感到焦虑和慌张 能够坦然地从容地去回望自己走过的路 我觉得这才叫真正成功 我觉得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是好的 因为竞争能够激发人的创造力 能够让一个社会带着能量和动力 良性的往前行 但是如果竞争变成恶性 用恶性的手段去达到竞争的目的 那本身就违背了竞争的原本的海域 我觉得成功有很多路 有的路叫做easy way 有的路叫做right way 千万不要为了方便去走那些easy way 你以为你走到了捷径 但是那不是right way 虽然我觉得offer是一个大家都非常想要得到的一个东西 结果因为他们的行为变成了一个令人心酸 甚至令我心碎的一个offer 我心里还是蛮难过的 我觉得offer只是一个表面上面的一个东西 更多的是你自己真实学到的 学到自己心里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人都会因为所谓自个儿的梦想 而给的最开始是不断的努力 当努力没有到达一定那个你的期望的时候 就开始不断手段 然后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 我觉得有一些梦想的每一个梦想都是伟大的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所谓你认为的梦想都应该去完成的 就是我一直觉得好多事情吧 就是要认命但是不认输就可以了 然后因为有些事情你做不大的时候呢 你就觉得我可能就是做不到了那就算了 但是呢我要一直努力 如果一个梦想是你一生在追逐的一个目标 你用一生去完成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健康的追逐 如果就是他有一个限期 他必须得是哪天这个梦就必须实现 我没有实现的梦就碎了 但在这种情况下都会让人做出很不理智的事情 并不是说任何一个offer你拿到手里之后 你就真的可以得到那么令人心中的生活 offer和生活是两回事 如果你通过一个不好的手段拿到了一个offer 其实你就毁掉了自己的生活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案件里面做了一些错误选择的人 都是在提醒我们 一定要用通过就是自己的努力和正常的方式 和对的方式和合法合理的方式来得到机会 不然的话就算你得到了改变的可能性 你的生活其实已经被你自己犯的错误毁掉 有一些人会把这种不正当的竞争 当成职场的潜规则 甚至还有一些人会把这种所谓的资源 当成自己的软实力 不管是对于企业 对于用人单位 还是对求职者来说 都是极大的损害 这种不正当的竞争阻碍了企业 把最优秀的人才招聘到企业里 这对企业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其次我们要想的是 如果你凭关系进入到企业里 就真的意味着成功吗 企业追求的是价值 如果你没有真才实学 进入到企业中最终也会被淘汰 我非常理解父母的出发点 十几年培养帮助了孩子完成学业 如今过渡到了事业的这个关键节点上 再加上这一代我们又都是独生子女 父母对于孩子的这种关心 其实是非常夸张的 要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点 如果硬通过关系把孩子送到工作岗位 对孩子来说真的是一种保护吗 在工作中其实要遇到的挑战很多 他们就要参与公平竞争 需要经历挫折教育 甚至还需要经历一些失败 这样才可以培养孩子的逆伤 越早经历这些孩子的失措成本就越低 如果靠关系进入到公司 迟早会遇到一些父母无法解决 靠关系也无法解决的问题 这样的后果可能会更糟糕 也会影响孩子跟其他同事的关系 很容易被打上关系户的标签 即使有真本事 在职场中也非常容易受到歧视 风物长移放眼凉 一定要知道自己一辈子最重要的实力是什么 人生路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 然后你会发现当下的捷径很有可能是歧途 对于那些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同学 一定要知道这并非社会的全貌 只是我们恰巧遇到了而已 中国也是世界上目前最好的求职市场 只要你有真才实学 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机会 如果真的在面试中遇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我们要敢于维权 第一你可以向你的学校辅导员反馈 大多数情况下学校都会保护我们的利益 第二通过媒体或者自媒体的渠道去曝光这些现象 第三情况特别严重的时候 我们可以寻求法律的帮助 通过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 不断合作 澎湃新闻 凤凰新闻 界面新闻 一点资讯 ZAKER 感谢特别合作 智行 达达快速 游到此点 一代价 应客 好看视频 WiFi外能落实 闪蒙搜狗输入法 网媒支持 凤凰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中国青年网 北青网 环球网 国际在线 中国娱乐网 三六零娱乐 猫扑娱乐 亚洲文娱 亚洲影视 COP 2 2 感谢观看